我前面先很快的,先很快的介紹一下 上一次是不是有人問什麼是李三 問誰呢? 有一個先生啊 林宇先生嗎? 對 他還沒來 他還沒來 可是我現在一定要很快的開始講上次問的問題 我不要答應,我今天會跟他講 好,有聽過李三的舉手 好,那我這邊就很快的講 然後待會他來了以後 你們左鈴右側的同學就要負責結識給他聽 所以你們要聽清楚一下 那為什麼李三手會跟手中步道這件事情有關 上禮拜大家聽我們執行長講過 就是步道的發展 我第一個禮拜講了步道的九個概念 然後呢 上禮拜聖經講到 這一步道發展的四個階段 有沒有覺得 很多東西都跟九個概念有關係 有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今天更進一步是 我們要來講 步道在整個 人跟自然的關係中間的定位 所以這就會講到日子來的這件事 那其實李三這個字 它是日文來的 日文的漢字 Satoyama 那李三基本上就是相對於澳山 社區附近的山 在日本的所謂的頂山的概念 它是介於一個已開發的城市 跟完全原始未開發的自然之間的一個過渡的空間 那所以表示怎樣呢 表示步道它會 步道很會出現在地式裡面 我上第一個禮拜有講到那個 綠道的類型 綠道類型 如果是在很人類中心主義的形態裡面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像人行道 執行車道這樣的一個形態 然後上次 大家還記得我現在在說什麼 我上次說那個綠道的很多形態 比較人類中心主義跟比較自然中心主義 到自然裡面的時候 那步道都不是為人所存在的 它其實是以保育為主的目的 人只是很輕微的 不是為了人使用去做那一條步道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那比較困難的地方 是發生在哪裡呢 是發生在李山這個過渡地帶 因為呢 在這裡面不是純粹的自然 也不是純粹以人為主的居住的城市 那這個時候 步道的樣貌就會變得非常的複雜跟多樣 住在這個區域的人 他們有自古以來的生活方式 然後呢 他也有他在這個地方發展出來的一些需求 不同的人對於同樣的一些區域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待會兒第二段會看很多新聞 你看很多新聞你都會了解到說 主流社會呢 大家對於步道的想像其實是五花八門的 當我們在講一條步道應該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其實是你講的想法跟我講的想法是差異很大 這個待會兒我們等到短新聞的時候再來講 那所以但是李山的重要性呢 常常會被呼籲 就是指說 尤其其實上次講到基隆 基隆其實從以前歷史的開發 從港口交通的運輸 然後他是在一個海馬上上來就是丘陵對不對 有很多的山 然後那所以其實很多基隆人可能從小就有一種印象就是 你整天其實都在爬山 就是在自己家生活也是一直在爬山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那個山跟人的距離是很近的 然後山沿著 人沿著山慢慢發展出很多生活聚落空間 他就形成了基隆這個地方的特別的地景和文理 而且非常的有機 怎麼說呢 就是他會隨著人的庇佣長出越來越多 很多不一樣的洋房對不對 然後大家會善用山間的一些平坦的小小的基隆地 去做很多事情 那所以在這個裡面 這個李山的那一些日本的理論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 大家剛剛問了一下大部分都知道李山 他在日本為什麼會被提出來 勞免全球一個知名的這個概念呢 他是從生物多樣性出發的 因為在國際的保育運動裡面 講到那個生物多樣性 想的是什麼呢 是澳山 澳山就是深山 國際在講的像美國講的生物多樣性保育 這些概念都是原始荒野歷代的保育 但是日本他們強調就是說 在人居住的環境的周邊 其實這個生物多樣性有可能更多樣 因為人在這裡面智慧利用 就是這個智慧利用通常都是跟 在這邊居住很長久的人 然後就地取材慢慢發展出來的一些生活智慧 那人改造了自然地景 變成是為人所用的生產的這個空間裡面 他也會產生很多樣的生物多樣性 甚至是有可能比完全沒有勞動之前的環境更多樣 這帶我們看圖 像比如說這就是日本所講的 一個傳統的日本的禮山來說的話 他的生物多樣性 他會連動到日本傳統文化 對於自然的一些山約信仰 神社 所以你看這邊 通常在日本居住的這個空間裡面 神社所在的這個山上怎麼樣呢 就是不能砍伐的原始點 然後那在這邊的這個 人改造的這個梯田裡 這個水田裡面呢 可能住著很多兩旁類 然後呢他的生物鏈 然後那為了要做這個建築所需要的建材 還有換屋頂的茅草 所以在這個附近 他們就會種竹子 然後種茅草 讓他可以就近的來換 然後他會去森林裡面收集一些葉子 大家知道那個日本不是有一個村子 地方創生做的成功就是怎樣 賣葉子 賣葉子 對不對 你看他在收集一些葉子 做那個 你看那個一吃日本料理的時候 不是都會用到那個葉子 所以然後採野菇 採竹筍 採山裡面的蕨類 然後採心材 幹嘛呢 煮飯 生活 就是 這一些都是人特意清廳的 他要養牛 然後 所以在這裡面 天空上 有這個最高層的掠食者 然後有一些蜻蜓 他是住在水深附近的 那這樣子形成的一種生活關係 他會有人在這裡面的不同的行為 比如說 去做這個森林的砍伐利用 或者是攀樹 或者是去賞鳥 或者是去賦亂 人跟自然的關係裡面 生態是在裡面的 理善要講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 在這樣的看起來也是非常和諧的 人與自然的生態地景裡面 步道是穿越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在日本的理善運動裡面 其實做步道修復是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包括森林管林 因為除了神聖那邊的 那個 樹是不能砍的之外 其他的呢 他們是會定時的尋整理 那所以呢 這就是理善活動裡面 人非常多樣的 生物非常多樣的 活在這個裡面 那為什麼理善 看起來好像一切都很容易 那為什麼理善會變成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呢 它的問題就在於 日本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剛剛這個裡面 密密碼字裡面講的就是 日本其實經歷過理善的過度開發 然後一直到理善被棄制 就是變成很多雜木 然後沒有人管理 沒有人去利用 那 所謂過度開發 當然其實在那個 明治維新到這個 二次四月大戰的時候最嚴重 因為需要很多木頭嘛 就一直開 那等到戰後呢 變成是 人的生活方式改變了 他不再依賴這些 從森林裡面 取用木材來燒磨 改用什麼呢 改用化石燃料 對不對 比如說用瓦斯用千燃氣 那 當人開始變成是 用現代化的 這一些 這個生活方式的時候 他反而斷開了跟自然生態 取用自然的傳統智慧 還有生活方式 那這個時候 禮山就面臨了氣質的危機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讓他氣質被自然收回去 不是很好嗎 可是 其實 雜亂的這個森林裡面 它其實也有可能 像 國外很多研究就會說 如果要進行一些適當的管理 包括 林木生產的效率 還有野火 就是野火的動物蔓延 然後生態的這個多樣性 沒有比有人去介入管理的時候更好 所以 所謂的智慧利用 怎麼樣把禮山的生物多樣性的 這樣子的找回來 這就是後來他們在這個 巴黎的控石的會議上面 提出來的這個概念 好 那所以現在重新找回 人跟自然關係 它不是說 我們再回去做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不是 不是 是說 我們藉由 親近到自然環境裡面 參與自然環境的管理 然後呢 可以讓自然扮演的 這一些生物 生態服務系功能 比如說 自然生產水源 涵養 防止土石流 野生動物生活的環境 調節微氣候 大氣進化 海風地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 有一些文化的養獸 然後環境學習等等等等 然後那 你也可以在現在去重建一些 比如說做植物欄啊 做一些體驗的活動 那這個目的其實是重新拉近 人跟自然的關係 不是說人不進入自然就好 其實是人跟自然還是需要有關係 好 那 所以 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他在這個禮山裡面 他的活動 他就會看遠著 就是人走過去的這個路線 他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個步道如何去支持人在禮山裡面的活動 好 那 剛剛大概講完的意思就是要講什麼 這個稍微重點一下 就讓大家稍微有一個概念 就是 當 是 人 周邊的自然跟人的生活 必然會產生一些衝突 所以這個時候 步道在裡面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 會需要 所謂的步道的分類分級 核心價值跟管理目標的確認 所以 不是 全部通通 像上一次怪語曾經問過說 那個地方 他們可能會用一些比較景觀化的 或者是 會用水 但不是說不能用 看這條步道的經營管理目標 分類分級 什麼叫分類分級呢 就是說 這個步道如果他是屬於比較原始的環境 他要提供比較挑戰的使用者的需求 那你步道就要怎樣 盡量不要做 太多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種分級 對應到 步道要長什麼樣子 那如果說我是在很城市的環境裡面的步道 那我當然就要盡可能提供大眾可以去使用 然後那再不違反 像比如說上次 不然你給我看那個照片是 以前採煤礦的台車的路線 那我就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是要重現台車的紋理的步道類型 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他不是只是做一個讓人通過的步道 他是要讓人走進去感受到這個空間以前的使用用途的步道 所以他就要有 這條步道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就是核心價值就是指我這條步道的資源特色最關鍵的東西 我要讓人家展現出來的東西 那我不能 結果我在這個要展現台車的空間裡面 我鋪了水泥步道 就是又不自然又破壞這個文化的文理 但是我如果完全做手作步道 是不是也不適合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所以所謂的核心價值經營管理目標 確認之後呢 他所處的環境的敏感程度 人的使用需求到什麼程度 合理的承載量設在哪裡 這就是所謂的核心價值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這個目的就是要 在國外比較專業的術語 叫做ROS油氣理論 就是說 你用這個油氣機會序位來 處理各種利害關係的人 在一個空間裡面 他們對於步道的不同的想像 所以不是說這是一個光圖 然後是要看你在哪裡 所以我其實討論的事情 我不喜歡人家直接說 不要用水泥 或者說不要用什麼東西 這樣 不是 你到底能步道在哪裡 我得先知道這件事 否則我現在要去都無法討論 大家可以理解 好 那所以在人跟自然 生活如此密切相關的 理三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各種利害關係的人 對於步道的想像的不一樣 我想這都是 就是議員公司才會收到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 就要確認這個核心價值跟分類分級 那但是目前台灣其實 尤其在地方層級而說 比較沒有分類分級對應到管理的 這個整體規劃的想像 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你們可能會看劍行筆記 劍行筆記會告訴你什麼 挑戰級 然後什麼 輕子級 對不對 啊這個東西 輕子級挑戰級 只有處理使用者 沒有處理管理者 可以理解對 但是在國外來說的話 一個有整體規劃的政府單位 他會聽出來說 我全國步道分成六次 在所謂的原始挑戰級 這個有沒有注意到 當我們用挑戰級還是輕子級的時候 講的是人的觀點還是自然的觀點 人的觀點 可是當我剛剛說原始挑戰級的時候 表示什麼 同時考慮環境的特性跟人的觀點 可以理解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他會說原始挑戰級 那我們呢 步道就是樹根就是樹根 土就是土 石頭就是石頭 盡量不要 土頭只要路線清楚就好 這樣 那甚至呢 在那種荒野的等級裡面呢 國外他會說什麼 你連指標都不要設 你路也不要很明顯 讓大家拿著MPS 有能力的人自己長路 這樣 所以 國家不會在這種步道上 來負責要指引你明確的路線 因為 你就是有這種 想要追求自己要去挑戰的人的存在 你要把他要剝奪他的樂趣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就算是 三難的 那也 就是他的選擇 這樣 可以理解 所以當我這個分類分級定心 定出來之後 才會知道我的管理作為 我的設施強度 做到什麼程度 才是合理的 然後作為這個基礎的管理之後 我才可以跟各界不同的人 比如說里長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OK 我這邊不錯喔 這邊我甚至可以做無障礙喔 對不對 就是輪椅的人都可以走的 因為環境許可 波度不滿 條件不會破壞自然的前提之下 然後真的有這樣的使用者去挑戰 還有連環交通 全部通通都有無障礙 那我這裡就做無障礙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無障礙這個概念喔 我怕我這邊又講太多了 就是說 無障礙的概念並不是等於 上次我是不是講英國的我講過 並不是等於 協波到一筆二十 旁邊有扶手 然後這樣子 這樣叫做無障礙 不是啦 有很多軟硬體的無障礙 對不對 所以要記得 服務等級 然後呢 設施提供的強度 但是不表示 就要等於什麼樣的材質 這個討論其實是很細緻的 那不過 我就先停在這裡 好 那我們 剛剛 第三 這概念我已經結識完畢了 好 然後 請各位同學來跟你說明一下 好 好 那 剛好人都差不多到齊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這個 心理測驗 那個 坐很遠 然後現在 開始覺得眼睛看得很微的 你可以往前坐 對 因為 因為 這個實在是 我可以選啊 我不是說你們看得清楚嗎 好 因為要讓你們選啊 所以你們要看清楚這樣 你們在臉書上有沒有看過 這個測驗 有嗎 啊 有做過嗎 沒有啊 你沒有點進去做過答案 沒有 好 那 都沒有人說過 大家越越欲試 很想要做的話 好 OK 好 我們這裡就是讓大家用直觀的直覺 好不好 就是你看什麼就是什麼 你不要問我說 欸老師 那裡面那個是什麼 這樣 好 這個就不是心理測驗 對不對 就是你看什麼就是什麼 你坐得遠的話也沒辦法 這樣 就是你 你就是直觀的看 你覺得 你最喜歡 什麼樣的步道 好 你先不用回答 我在心裡面 大概花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靜下心來 然後呢 仔細的 然後 待會呢 要投票 還要說理由 好 要說理由 所以你要想好 為什麼 你為什麼 最喜歡這種 好 都想好 好 OK 想好了 可以問了 好 覺得 你最喜歡 一 步道的舉手 一 一位 兩位 兩位 好 要記得你的選擇 選二的舉手 二 沒有 我經歷了 是太曬了 太曬了 太曬了 好 選三的舉手 等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八 九 九位 選四的 老師會同學 不可以 一 我剛剛都嚇好 你手想去選一個 好 好 選四的舉手 一位 兩位 兩位 兩位而已 好 選五的舉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五位 選六的舉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位 好 都有同喔 好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兩個有九票耶 這個還蠻高的 那我們先從那個共識最高的就是沒有人選那個開始 二 二 為什麼沒有人選 你不喜歡他什麼 四 四 四 蛤 非常好 好 我們來歸納一下大家喜歡不喜歡的元素 不喜歡樓梯 還有呢 水 日曬太陽 曬 沒有素 水 水 泥 沒有素 水泥 沒有素 下雨會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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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梯在地上會滑 如果 剛剛說曬 之後 會滑 就不容易 下雨會滑 除非 沒有素 下雨的時候也不會滑 也不太容易掌勁 除非 基隆 你會滑 還是會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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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說基隆 我們側出去就是 這樣也會滑 對不對 到底 然後滑倒 滑倒其實比較危險 因為它是硬的路 好 好 還有嗎 沒有 這麼多不喜歡 好 不喜歡 那 選一只有兩位 來我們來聽聽看 選一的原因喜歡什麼 因為樹看起來亂亂的 樹亂亂的 對 所以比較 感覺比較多 其他的 蛇物這樣子 對 樹型比較 比較亂表是比較自然的意思 可能會有比較多不一樣的副種 多樣的鞋 我最樣的鞋 比較不知道 亂亂的來說的話 四不是也亂亂的 四看起來都是同一種植物 然後它長得比較Y758 你感覺裡面會有很多生物所長 對 所以喜歡很多生物 好 還有嗎 自然生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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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一個沒有自然生態 好 好 生物比較多 好 還有沒有 那其他人為什麼沒有選 它難道 你們不喜歡自然生態 生物很多的感覺嗎 很喜歡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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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一個 很喜歡一個 不喜歡藍藍的 不喜歡藍藍的 什麼 藍藍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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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 你選的 你覺得藍藍是什麼 我就覺得配景吧 就是它的那個 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覺得它就是天空的顏色 天空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好 有沒有人 你選 另外還有一位 為什麼只有一個人接受訪問 另外一個人 也選這個的 你覺得藍色的東西 是什麼你想像 是一個 這應該是 風險 風險 折射的關係 好 風險折射的關係 所以你喜歡那種風險 不是 我是感覺那個環境 環境 對 生物很多 OK 好 關於那個藍藍 到底是什麼 有 我聽過別的 因為我們其實 在別的地方上 有個問 其實這東西 有很大的差異 地方差異 在高雄的人講的 跟在海中的人講的 對 基隆的人講的 其實很不一樣 這個 但是 很多人會提到 它可能是 某一種野花 然後就有人會認為 它是外來種 然後 然後 或者是 有一些人覺得 那是溪流 很怪 很怪 OK 好 因為呢 你們這裡的溪流的感覺 不太一樣 你們家裡如果去別的地方爬山 在淡然這個區域的 森林的顏色跟溪流的感覺 跟別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多走一間就會知道 所以 別人會覺得是 那種緩的溪流是有可能的 但是 不是在我們這裡 OK 好 OK 好 所以 那一樣有選二的四 第四 四有兩個人選 四大概是在基隆得票最低的 真的 從來沒有那麼少過 好 來 選四的舉手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樣子 眼影 眼影 錯路 對 光線可以錯落的 眼影 樹很 樹很大 然後光線 錯落下來 遮遮掩掩 遮掩掩 就是很含蓄 那六跟五的光線不含蓄嗎 對 我剛剛就六跟四我選不太出 六跟四你選不太出 對 我就隨便選 六跟四的光線有很像嗎 嗯 嗯 我 我覺得 我不知道 那是我改 我六我會覺得就是那個 偏那個樹那邊會有點像 所以我比較難選 你喜歡 那你呢 那你像彩犬圓的那一種 我再講幾多重點樹 就你想像它是四區的形象樹 對 OK 所以你喜歡 一個是講到光線 光線 然後一個是比較喜歡整齊的樹 黃線是怎麼樣 對 就是在那個彩犬圓是空氣很差 如果有重一點 進化空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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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他都有數啊 像五 六 一 為什麼你們不會選 六跟五不下行到處嗎 呵呵 下不下 不下 四秒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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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說到樹的形狀 其實會慢慢帶入 剛剛我問了幾個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可能暗示著不同的緯度 或不同的排斑 原生樹有一樣 像 哪一個看起來比較像高緯度 溫帶 五 六 六比較像溫帶 對不對 五的話呢 比較像什麼 會變葉的 秋天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問這個 五跟三 好 我們先從六開始 六 六 六 因為我們這次從少下 開始問的 六 有五味頭 其實也不算少 來來來來 為什麼 喜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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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那個光在帶臉皮 你覺得那個光在帶臉皮 很好 直覺 不是說直覺嗎 好 適合算 你喜歡那個 好 光在帶 其實這個 有沒有其他人也是這樣講 有 其他人也是這樣講 有 有 秘境的感覺 就是 這有點像那個有沒有 就是 這座心理車員最適合的 就是什麼 像隧道一樣 你知道 現在是黑暗 但是鏡頭是光 你現在什麼狀態 你自於會這麼需要那個鏡頭的光線 這樣子 好 還有嗎 六 還有其他的嗎 看起來比較涼 涼 我覺得看起來就像早上一樣 有一種霧氣之式 對 有霧氣之式 對 是啊 那是霧氣 對 那是霧氣之式 很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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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 竹林 就是 這像竹林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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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竹林 沒有 沒有 沒 沒有 沒有 這種 原來是比較堅定溫帶森林 OK 好 好 還有嗎 沒有 其實 有沒有 喜歡的 慢慢的 喜歡量 量子 但是這個 我的不重要 我提一下 就是我在高雄的時候 問他們這一些喜歡的 他們幾乎所有的選 不管他是選哪一個 都有人會說看起來比較年輕 只有高雄人會這麼在意涼 你知道嗎 其他的地方 基隆人到底要在意涼什麼 不是整天都很涼嗎 人死了 到底為什麼 好 ok 好 所以六還有沒有 要補充的 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這兩個最高票 3 跟 5 好 那我們就先看跟他比較像的 5 5喜歡的原因是什麼 落葉 色彩 色彩 ok 很好 色彩 落葉 還有呢 還有呢 風景最高 風景 看起來才色彩 色彩 色彩 ok 好 還有 樹很高大的感覺 樹高大的 底枝 樹型喜歡高底枝 還有呢 還有呢 路彎彎曲曲 是不是 彎岩的路 對啊 確實 這裡面好像最彎岩的是他 好 好 還有嗎 其實這幾個路都很平淡 好 還有嗎 沒有 ok 好 那 最後來看那個 選 3的 9位 來 為什麼 為什麼 感覺分多間 怎麼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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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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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赤腳踩會蠻舒服的 很柔軟 路面很柔軟 對不對 它是這裡面 感覺路面最柔軟的 對 補入嗎 好 還有嗎 空氣很柔軟 你們都怎麼看啊 這空氣很柔軟 這空氣很柔軟 是怎麼看啊 這其他哪裡都不來啊 其他哪個車都不開走 喔 這裡只能夠人走 一也是二 一也是二 好 車子不能進來 ok 還有嗎 還有嗎 其實這個周邊的臨像 比較像 淡然 有沒有 比較像 你們的生活環境 其他的 沒有那麼像 所以還有嗎 潮濕 潮濕 比較潮濕的感覺 其實這等到講那個 步道中間的自然生態的時候 我剛剛所講的這些線索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去辨識這個步道最主要的環境特質 還有它的生態所代表的意義 那你就會大概可以也可以找得出來 這樣的步道裡面可能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看 比如說這樣潮濕有潮濕的問題 這樣才會美好 沒有 沒有 好 看起來 這個 大家比較喜歡的元素 跟不喜歡的元素 其實 用這幾個來歸納還蠻有趣 大家可以 雖然我字有點懲 這樣可以 就是回想一下剛剛的討論 好 那所以這個 這個討論是我們在這裡 三十個人的想法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看更大多數的人的想法 他們對於步道的感受 所以我會放一些新聞 讓大家看 然後你要告訴我呢 你看到什麼 從這個新聞裡面 你看到了哪一些 好 老師我先打擾一下 是 有沒有同學把車子停在三樓 汽車 有沒有 三樓是哪邊 就那個上面那邊 因為有一台汽車還沒走 確定因為我們現在關三樓鐵 所以都不是同學樓 是綠車喔 請問是進來嗎 汽車 大門進來 大門進來 大門進來再上去的那個三樓 那邊那邊 你要不要一下也有 好 等一下 那一下也有 不用 我們這個在後你們要去關 好 好 這台北城 那邊的新主 仙肌岩 相傳旅動軍 曾經在這邊的下角 印射有這樣的仙肌岩的指稱 曾經喊過有人 就躲在這裡西裏 仔細看 待會兒要告訴你們 看我什麼 現在快點都不是辭 這個角度也是陸續 剛三樓的戰態 佈到這樣 他一陣前 你不是要搞笑 而是要證明 一路上的俯首全是 向外傾銜的 原本堅固的水泥街址 也研究實修 處處可見 超大練功 這樣可以再做 更快會變得 一家要離奇去 不停的話 也會很快 這裡是台北市發警之一的仙肌岩 相傳旅動軍 發現莫函曾經到此理由 還在延期上留下腳印 神經傳說 引人假想 事物也從三年前 陸續投入3300萬 要把仙肌岩 打造成北市三大風景區之一 希望每年吸引十萬人造吧 只是您如果來到仙肌岩 恐怕感受不到任何靈氣 卻得先受一度子氣 像是飆升不清的幾點告示牌 暗示是往前走不到五公尺 月市一公民宅 登山步道沿路 滿屋垃圾 穿暖不堪 偷窗的階梯下 排隊放著施工沙包 登山的得小心翼翼 跨過風鎖線 一個無留神 就會摔得四角朝天 自己滿好看啊 小心看啊 你們要做什麼的 當然一定要啦 不然直接掌握 直接掌握 一點請 再來需要會喪失一點 差一點很醜油 要幫我下班 我就快過來 登山的抱怨連連 把仙肌岩拼得一無是處 但大力工程處卻說 因為每年只有七百萬預算 但小不夠好好維修 每次發起如此擴敗 也讓民眾感慨 仙肌落差 仙肌全失 記得教授王俊來往 好好看到什麼 照片 看到什麼 垃圾 哪裡有垃圾 看到什麼 他裡面講到什麼 掌握手外斜 維修ardan 維修外斜 譜手外斜 還有呢 criterved 绊鋊破裂 還有呢 glued 有人吸毒 熟兄姐 cupcakes 這個剛剛寫了 指標錯誤 指標錯誤 指標錯誤是甚麼 他指標錯誤的內容是甚麼 進到別人家很淺 指引到別人家 好 還有嗎 施工危險 施工危險 維護經費不足 好 他說多少錢 170 3300萬 那3300萬是甚麼 改建吧 看一下 改建 規劃生機 3300萬還是700萬 這個 沒有啊 3千改建 規劃改建 700是穩定 沒關係 那我會講 沒有嗎 還有看到的嗎 居民去的 應該是比居民消火空間非常近的地方 好 好 好 還有嗎 差不多了嗎 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處理 先 講那個 剛剛來講的 每一個都 我覺得 施工危險這個 這個可以先拿掉 因為其實他就在施工嘛 所以他其實拉風手線 讓記者進去拍 當然是危險的 好 那我們 我們講第一個 就是 扶手歪斜 水泥波類這件事情 再可以一起講 為什麼扶手會歪斜 就是他的地 然後性質 對 OK 好 所以有辦法改變嗎 不可能 不可能吧 就除非把那個山水的書包都是沒有 排水 對 排水 好 OK 這邊 後面就不用再怎麼講 這邊 後面還會再講得很感到 這邊就一起講 剛剛你們講的 其實這個是什麼 我隨便畫 這是上邊波 這是步道 這是下路 假設這樣 步道是在這個地方 那 通常做扶手會坐在哪呢 上邊波 喔 這樣 通常吧 對 上邊波 我想說你還沒有清醒 就坐在這裡 對不對 這邊會做扶手 那 通常呢 這個還會一直連過去 那 這個扶手 它會有什麼問題 剛剛大家看到這一種 這整個步道裡面呢 結構最確認的地方是哪裡 對 就是這裡 那邊 對 對不對 因為剛剛你們講的 如果下雨的話 像最近 昨天 前兩片地震 不是那個公路裂開是裂在下面 然後它會掉過去有沒有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有這種話 所以通常這個地方會是很脆弱的 但是我們卻在這個裡面呢 把最重的東西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想要讓欄杆不會壞 所以就會用水泥 你仿木仿竹欄杆 然後呢 打基礎 然後做一個很堅固耐用 裡面還有鋼筋 想要讓它不會壞 然後而且呢 欄杆一直不斷連在一起 一直連過去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只要有一個滑動 就會一起動 所以剛剛那個 它就說那個欄杆都是這樣歪行 你們還蠻有概念 通常一般民眾看到這個新聞就會說 偷工減料 這其實跟偷工減料沒什麼關係 你這邊用的料越紮實 它就掉了越多 簡單講是這樣子 所以為了要對抗自然的這個欄杆 而且這個欄杆其實是怎樣 比較通常我們會在一個比較 覺得危險的地方設欄杆對不對 那所以欄杆本身的基礎 如此危險的時候 然後人又想要扶欄杆的時候 會做什麼比較危險還是比較安全 這裡危險嗎 然後你做了欄杆 所以欄杆你去扶它 是比較靠近危險還是比較安全 更危險 所以欄杆常會帶給人一種安全的意思 好像覺得呢 有欄杆比較安全 而且其實很多時候 設欄杆是政府部門要解決什麼 就是這個步道有問題再去設欄杆 因為別人都會滑啦 太陡啦 然後那個本來設計有問題 然後你要用多瘦欄杆的方式去解決原來的問題 但是這個本身其實是怎樣 是會引導人 因為你就會放心的去靠去攀伏去壓對不對 這個其實是會引導人更加的危險 好那其實就連帶著說到了水明破裂這件事 大家看這個畫面 其實他們一開始那個民眾就說什麼 破破爛爛的 像背勳一樣有沒有 議員就說 這邊議員有講 議員講破破爛爛的 然後欄杆高度指到膝蓋 安全令人憂慮等等等等 所以後來欄杆其實都越做越高 高到擋住視線 就是因為 但是實際上他的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不是高癌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個水明破裂看起來會不會這樣破破爛爛 它是裂開啊 就是膠結束裂開啊 好 其實水明破裂很容易看起來破破爛 他沒有想像說 因為這麼堅硬的東西放在自然環境裡面 它就是會產生這些狀況 使用一段時間中 然後呢 像比如說 後面我們看到其他裂開的 我直接先看那幾個再回來講 比如說 像這個是 去年八月有一個連續大雨剛剛都指著 還記得嗎 一個禮拜都在下雨 西南汽流 沒有颱風 然後在台中那個時候有一個興建的步道 然後你看 在這個地方看起來 這個很堅固的是不是就 好掉了 壞掉了 那為什麼呢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不是 其實用水明用的很厚 看起來也做的沒有很久對不對 為什麼會裂開 我現在放的這些地方 鐵真山 有去過嗎 台中 對然後剛剛這個地方 台中的瑞景 大洞那個地方 有沒有注意到他們有什麼 這兩個地方有什麼共同性 它屬於軟粒鹽的 軟粒石的地層 那它有什麼特性呢 下雨之後 容易重刷 容易重刷 那所以以前古道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這樣走 然後政府部門就說 我要去 因為這邊很容易重刷 所以我要去 呼呼到讓民眾可以走 但是其實怎樣 因為它就是懂不重刷 所以 常常會這樣 你不瞭解那個地方的地質 土壤 水 的狀況 然後你想要用很堅固的東西 去對抗大自然 那它有可能會怎樣 壞掉 比如說地震 土石流 豪雨 高空 冰煉 這些狀況發生之後 它好不好修復 常常我們常常會遇到什麼 手作物道被人家說 手作物道不好維護 做水泥步道比較好維護 那我就想說 水泥步道比較好維護 維護大家想像的是什麼樣的狀態 通常步道需要的維護是什麼 除草 大家可以走 對就是可以走 我方向很清楚 除草 路沿很清楚 就可以走了 對不對 那 那同樣的條件來說 做水泥步道或做過戰道 就不用除草 不用設置 你知道嗎 要 你應該有判斷那種水泥步道 結果草長得很長 然後你還不是 就是沒辦法使用 對不對 所以維護的工作差不多 但是呢 如果是 如果是 你做了這一些 在大自然裡面 很脆弱的 剛硬的設施 你做越多之後 後面怎樣 你要修復的 越快 有沒有 就是因為你 現在面臨這個狀況之後 壞掉了 好那怎樣 封鎖先拉起來 先不要進去 等到政府爭取到預算的時候 再來進行改善 整段重做 對啊 就整段重做 那整段重做怎麼做呢 搬走 你要先把這些東西 處理掉 然後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 有人說搬走 你們覺得會發生這種事嗎 不會 就是把它 處理掉 放在旁邊 你這樣 了解我意思 他不會搬走的 因為 沒有那個 搬運的費用 去把這些東西都處理 如果他真的 分別的搬運費用 去做這件事 那其實呢 你清除這些東西 再去新建的費用 更快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 當 這種東西其實 是比較難迷惑 而且當這個步道的生命週期 它已經壞掉之後 它也比較難快速回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照片 大家有看到這是什麼 原來的 原來的 不是原來的 應該是說 當發生這樣的狀況之後呢 就民眾 自己挖土梯 就總會繞過去了 雖然這不是手作步道 但我用這個畫面來說明什麼 哪一個比較好迷惑 哪一個比較好迴惑 哪一個比較好恢復 現成的 可以理解 雖然這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為它還不是最適當的 但是相對來說 這是一個比較好迴惑的方案 你可以看到 過去非常多這樣子的案例 就是 我們迷信 用堅定的東西 去對抗大自然 然後呢 但是就是一直砸銜去修 你看它這個在海 每次我看 你只要搜尋 隨便搜尋新聞 隨便看到 什麼 水泥步道 風情 海岸木戰道 因海岸氣候影響 液體設施 損損 民眾抱怨 容易跌倒 然後呢 所以又再花錢去把它清潑 這樣子 就是一直在做這件事 但是呢 有沒有解決過這問題 其實沒有 沒有 OK 那我們再回來看 這個是 也是去年同樣的那個大園的時候 在水寶教室的 就是在苗栗大湖那邊有一個 水土寶石局的水寶教室 那個水一步道塌掉 可是呢 我們這一條那個時候 就是在我們 待會兒 小天使可能會宣布行政事項的時候 會提到那個 我們今天有帶了幾本書 手作之道裡面就有介紹這一條 大湖的老關路 那他呢 在那個區域 同一個區域 也就是同樣的地質土壤 氣候條件 但是呢 手作步道在摘後 他去巡檢的時候怎樣 只有零星的這個竹子 這樣子倒下來 其他呢 步道可能是沒有任何坍塌 中間都做排水 水都 就是沿著這個溝來流 沒有在路面上 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個是水土寶石局 所以他們後來做了這個兩個地方 比較之後 發現說 這個 這個地方 用手作步道方式 其實比較耐用 而且 也怎樣 比較好恢復 如果真的發生災害 很好 好 所以我們解決了 這兩個問題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那個 所謂的有人西徒跟明家之間的這個 治安 治安死角 然後 指標錯誤 然後 通常禮民就會去要路燈 大概都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 但是這其實 這意味著什麼呢 所有的交生步道 都存在著相同的問題 就是私有地很多 其實為什麼明家會在那裡 那條步道 其實是在私有地上 然後 公有地 跟私有地 其實常常是 就是 那個土地的全屬的關係 是交錯的 然後 私有地 常常是被占用的 就是 有可能是占用 然後 管理上 就非常困難 像比如說 設指標 這件事來說的話 我就看過 你們去爬山的時候 會不會去看 大概 有一種東西叫領成柱 就是 走一走 然後 A加多少 對不對 然後 我就常常看到 有一些里程柱 交三等 不是 國家公平或 禮物局的步道 交三等 地方政府做的步道 里程柱常是走一走 0K加796 然後 或者是 1K加352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懂我的意思嗎 一 對 一般來說 你如果去走那個 禮物局的步道 它可能就是 500公尺一個 500 一公里 1.5 2 這樣子 那有的再密一點 因為差路很多 可能就200公尺就有一個 可是 出現那個 數字是 有 0K加796 這是什麼東西 了解我意思嗎 也不是岔路 也不是什麼 但是就是 設在那邊講一個 是不是 然後不定時的出現 就是下一次出現的時候 沒有一定是什麼時候 然後數字也是不同 那我那時候就問過 他們說 欸 為什麼會這樣 那他們 你們猜一看是為什麼 去前面 去前面沒辦法入 那個 查那個 底層柱 其實就是因為 整肅的地方 如果不是公有土地 你就不能設 這樣 因為你要取得 土地統一書 其一 然後那再來就是 取得土地統一書 交生的私有地 通常都怎樣 一筆地號有非常多的地主 而且很找不到 你怎麼找土地統一書呢 是很困難的 然後所以 他在設這些指標的時候 常常 然後再來就是 像剛剛那個案例就是 一條路 他是這樣歪一歪去 其實那也是當地居民 回家的路啊 所以你指標 怎麼直到人家去 了解我在講 然後 然後 那又是居民生活的空間 又是外面的人會來走的 那他就會出現 大家對於外來的人的疑慮 然後 所以像仙基岩步道 他們就有拉電燈上去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拉電燈到山上去呢 他們就說 是為了安全 這樣 OK 就是這種 交山步道常有的 私有地權的 然後管理上的困難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 這個最需要處理的就是 多少錢 這件事情 剛剛說那個 文物機隊標題是 這邊看一下 三千三百萬規劃 整個風景區嘛 然後 那 這個 分三年 投入三千萬來規劃這個風景區 然後實際上呢 七百萬是用於 護道的內部 就是設計 工程會 所以 三千三百萬不是說 他是分年分期不去投入 然後七百萬是經典的人 就是要修護道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什麼 七百萬不夠 不夠修 所以 大家覺得七百萬多還是什麼 還多 還多 有人要求人說 很多 七百萬可以修多少公里 不知道 不是不是 這個 剛剛你們有看到 七百萬可以修多少公里 隨便拆 沒有概念 沒有 不是不是 這個 剛剛你們有看到 沒有概念 通常如果水泥步道的話 大概 一公里 一米 一百萬這樣很便宜 然後呢 但是通常有一個概念 就是 一個行進米一千五百塊 是一般工程步道的來說 所以說 欸 不對 我說說 今天 收把五千塊的錢 一米 因為通常他會包含什麼呢 如果 比如說木棧道 入口蜜巷 觀景平台 用這種 一般工程來講的話 就是用一個很粗略的算法 其實不同的符法會有不同的 但是 大概 用這樣子的想法 去想一般工工工程的步道 七百萬可以修幾公里 公尺 一公里是 一千 一千 五百萬 一點都公里 一點都公里 差不多 所以呢 我 還算 一點都公里 差不多 七百萬其實沒有很多 而且 這是指用工程包包 而且通常你會發現很有趣 因為這邊有在工程公司工作之外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裡有一座山 上面是平的 走走走走 我現在就是剖面圖了 海拔的意思 那個叫什麼 高層的變化 然後這是A路口 這是B路口 那假如說今天政府說 今年我有七百萬的預算 要來修這條步道 然後請廠商來看 哪個地方要修 那你猜就是修在哪裡 為什麼 容易壞 容易壞嗎 材料比較好翻面的 我這波也壞了 都是靈心的 而且通常他們要怎樣 要一整段 如果說我走一公里之後 這邊也壞掉 要做一個排水溝 然後再走三百公尺 這邊再做一個排水溝 這怎麼做啊 你懂得講什麼 從工程來說的話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說 好 就是說我說這壞 步道真的有壞 壞在這些地方 但是都不連續 工項很少 那我這個 對他來說就會怎樣 就是 會希望是 那假設這個 那我把這 我就一七百萬就修這個 這樣 了解我意思嗎 但是通常都是會 反覆地修入口意向 好 你又不覺得入口意向 常被換 啊 基隆不會 因為基隆沒有很多錢 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是 欸這個攝影會出去齁 我忘記了這件事情 他也會剪掉嗎 是 這是一個事實 OK 好 謝謝 OK 那回過台南 為什麼會集中在這裏呢 因為 你搬運材料 一定會集中把這一段整個做 然後做到這裏 你就七百萬就花完了 因為你要做什麼 入口意向啊 導覽台啊 指標台啊 觀景平台 所以通常你會發現 很容易在走一走這邊 就會有一個觀景平台 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他這個 為什麼這麼快就有一個觀景平台 為什麼就有一個休息座椅呢 好 那為什麼 因為這樣七百萬就花在這裏 就做完了 然後所以他幾年之後呢 可能就 又再翻修一次 換成不同的設計 然後又再做一次這個地方 然後 通常在平的地方都比較容易怎樣 比較離兩邊路口多遠的地方 比較容易保持出來 其實真的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會不會說錯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工程施工的單位 就比較便宜形式 就只在近的地方做 沒有 當然如果我工程發包 我有一個明確的範圍 說我這條步道要做哪個地方的修善 那當然他一定會去做那個地方 但是通常在做這個發包之前 因為 好沒有我只是在想說我要講到什麼程度 因為通常 因為通常呢 因為通常呢 你辦這個案子的公務員 不會知道 我到底要修在哪裡嗎 我一定是找我比較有經驗的廠商來幫我看 那廠商來就會跟你建議說 這邊應該加一個品來 那邊應該要做什麼 那通常都會在這些地方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七百萬一點多公里其實很短 就是在入口 有沒有辦法入口會反覆建設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真的要做 那他也可能上去以後 集中做一個區段 就錢就沒有了 那這就接下來要講到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如果現在的工程發包體制 現在工程發包體制呢 他的整個結構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講的會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你們要再更提起精神的來提到 基本上呢 在國家的預算編列上面 除掉他的部門的例行公務預算之外 如果我要額外的再去整修什麼東西 通常是怎樣 以地方政府來說 就是要爭取中央政府經費的補助 那中央經費補助呢 通常都是什麼 我現在寫出來講 資本門跟金長門 這個大家知道意思是什麼 我解釋一下 簡單講 金長門 我們用什麼例子來舉例呢 總之資本呢 就是購買新的設備 然後經常比較像是什麼 維護的 業務費 人的費用 勞力的費用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那通常我剛剛說 步道其實需要維護的費用 剛剛我說最主要維護工作是什麼 除場跟指標的選檢 這個如果我這個步道每一年很多 就是我就一直編經費去除場的話 其實那步道就維持得還不錯對不對 但那經費應該在哪裡 金長門 那通常呢 地方政府跟中央要錢的時候 中央補助的地方一定是補助你什麼 資本門 因為他預設呢 日後是你要維護 那可是 比較沒有錢的縣市政府 他要越多錢 他後面的維護就怎樣 越擠啊 就是那個經費越排擠 這樣了解一下 因為我呢 我一直要很多資本 比如說我舉一個 所謂天空步道的故鄉 南投選這補號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會有一個 天空步道的故鄉 這麼荒謬的一個說法 南投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會蓋很多天空步道 就是因為 他第一要爭取亮點 然後呢 天空步道爭取來以後 一開短期會有很多希臘觀光客的效果 但是很快就退燒了 退燒以後 他不是說 我再繼續去維護我那個天空步道 運氣就沒有很難 那我就會再找一個地方 再爭取你經費 再蓋一個新的天空步道 那你現在 天空步道有 在南投我記得就有五條 那五條 我的日常維護是什麼呢 經常的 縣政府的南投縣市 算是貧窮的縣 所以 他後去維護管理 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就一直蓋 一直找錢 去 然後當我這個步道壞掉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用金長門就可以處理的事情 但是我只能夠要到資本門的錢來處理 就好比喔 我們隨便舉而已 這個好比 你那個 電腦 電腦壞掉 你沒有維修送修的經費 你只有買新的的經費 所以你就一直買新電腦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在學校應該也是這樣 在很多公務部門都有這問題 就是說 我的 國家的公務預算 就是比如說什麼部門 他本身一併的公務預算來說的話 都是這個會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我的人事成本 所以呢 當我要有一個做步道等經費的時候 我就要怎樣 爭取公共建設計畫 就是我要寫公共建設計畫 去爭取公建預算 公建預算裡面呢 為了我們的國家的總預算 主計 他為了平衡 一般在這裡是業務 這個經常人比較多 所以他就規定 這邊要資本門為主 這樣子在我們的總預算裡面 才會平衡 天啊 這邊是經常人為主的人 因為他都是人事日常營運 但他我做完我日常營運之後 我已經沒有請去做步道的 這個 不一定是步道 反正是我要做什麼建設之後 一定要另外再去申請這個錢 那這個錢呢 下來一定是資本門多 他規定 資本門 就是經常人 不能佔資本門的二分之一 簡單講最後的結果就是 資本門七 經常門三 七比三 這樣 七比三的經費 所以呢 他為了很多資本門的錢 花不完 可是經常人的錢 不夠用 這樣 了解嗎 然後 我一直不斷的要用資本門去解決 步道的問題就會一直不斷的 任何步道就會出現 同一條步道 有不同時期發高工程的 不同設計師做的各種各樣的物件 像一個材料展示法 有沒有 就是每一次解決問題的時候 然後他就重新設計 他不是說 就是 我這個環境是怎樣 所以我怎麼做也差不多這樣 但是 好 到這裡可以得懂 經常人資本門 這國家也算的基本條件 那因此當資本門比較多的時候 他就要用工程發包的方式來採購 這個工程圖 這樣了解你什麼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當 他要用資本門 然後工程採購來解決步道問題的時候 那個公共工程面做的機制是什麼 好 就要是會變成發包一個什麼 設計 然後 輸功了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 某一條步道 我要做什麼 我要先委託一家設計公司 他去畫圖 就是他要先畫圖 然後這個圖畫出來之後 他其中其末審查 細部設計通過了 通過了以後呢 在發包營造場 按圖施工 可以理解了 也就是一個步道的工作 所以我會先委託設計 有圖之後再委託施工 按圖施工 這樣子 那這個會發生什麼問題 聽起來很合理 那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 以前 上一次我會講過 就反正之後可能會再講話 就是 以前在沒有工程發包的時候 台灣有沒有步道 那步道怎麼做的 沒有設計圖的時候怎麼做的 銅包 銅包 銅包是採購 他自己規劃自己做啊 你是說 就是只有施工 就是只有一個單位在處理 就是師父啦 簡單一講 對 師父嘛 那 他也不一定真的有什麼執照 反正呢 他是在這個地方的 很有經驗的人 對不對 然後 像 那個王國偉老師 我一修 那個大清 就是那個 南南古道那邊 每一家出壯丁來修 有沒有什麼圖 要看 沒有 他經驗傳承 對不對 然後 他也不一定是什麼師父 但是他從小就做到大 所以他就會做 就跟做農事一樣的意思 好 那 所以這二三十年來 大概是這二三十年來 開始用工程去處理步道的時候 就把原本一個完整的人做的事情 變成頭跟手切開了 可以理解嗎 這個是頭 這個是手 畫圖 先切給一個畫圖的人 那他就專門負責畫圖 畫圖就變成怎樣 我有畫圖的邏輯 什麼叫畫圖的邏輯 就是 這個步道 以好畫 不好做 不會 不會啊 好畫也很好做 好畫很妨錯 怎麼說 好 可能大家沒辦法理由 我講一個真實案例 那個 因為這幾年在追手做不到 然後 那個 課委會就跟地方政府說 以後你們要爭取過到工程經費 一定要用手做不到 然後那個工所呢 也非常認同 他們就要落實這件事 他們就去找廠商 要來畫圖 做手做做這樣子 然後 那廠商就不會做 然後他就 那個工所後來有一天打架給我說 老師 那個設計廠商畫好圖了 我們要請你審 那個圖看是不是手做不到 然後我就很疑惑 我就想說 那個圖 是手做不到是什麼意思 然後 我開頭已經講過 我一定要知道那步道在哪裡 我才能夠往下想 如果不能再抽象的程式 想步道要怎麼做 這樣一條 所以我就問他說 那條步道在哪裡 他就告訴我在哪裡 然後 那條是 有沒有一些照片 對不對 就是步道現場的照片 他就說沒有照片 那條步道沒有人走過 我說沒有人走過是什麼意思 這個畫設計圖的人沒有走過 還是那條路根本沒有人走過 他說沒有路 還沒有路 等你審徒過了以後 就會有那條路 然後我就說 那那條路總要先有人砍草 砍出來以後呢 稍微看一下那個 現場的地形起伏 有沒有山溝經過 如果是坡度比較陡 還是比較平緩 對不對 然後我才能想像 那要做什麼嗎 他就說 沒有沒有 那個 那個都還沒有 那是之後的事情 現在是設計階段 然後就要我審圖 好 那不然你圖給我看 他就說廠商 他們上千里步道的網站 去搜尋 看到我們的工法裡面呢 這種工法應該手作路道 我放給大家看 這樣看得懂嗎 然後他的側面是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嗎 看得懂嗎 他的側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這兩張圖 什麼都會接起來 就是土木階梯 簡單講 前面是原木 打兩個樁 然後後面就是土 然後這一階一階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就下 這是30公分 這個是15公分 假設這樣畫 然後這個直徑 是15公分 假設這樣 隨便亂寫的 反正圖 這樣畫完 然後呢 就在地圖上畫一條線 步道的線 然後就5公里 長度5公里 然後你用這樣算 是不是就算得出來 這是30公分嘛 那你是不是就算完了 你要做多少間 你可以掉多少的 這個長度 假設一點 120公分這樣 然後這個長度假設是40公分 我現在全部都下得出來那個規格 然後我這樣子 是不是就5公里的材料 我都算完了 圖畫完了 就是這一張圖 5公里 可以理解我嗎 然後我就說 這不是說這個功法 是不是手作步道的問題 是這5公里 中間到底有多少狀況 我不知道啊 那而且 是不是很平的地方 也要鋪這個呢 你們有沒有走過那種 很平的步道 也會鋪 整幕 一格一格的 然後最後你就會有點 等下像在跳嵐 就是不亂要畫 然後你這麼平 到底為什麼要鋪呢 就是這樣來了 這樣了解 好 然後當這個圖審過以後呢 營造廠 他才會用挖土機 推出那條路來 然後一面推 一面材料就 好 就這樣子 放上去 放在那裡打 這樣 這就是施工的工序 然後後來我就說這樣 我們要把它審 因為我需要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子 天地 對 而且他本來說 因為這個木頭 容易壞 所以為了好人物 所以這些都是水沒法 弄的 然後就說 這樣子你可不可以接受 這樣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 他手作不刀都等於某一種工法 這樣了解我意思 好 所以 這個就是設計圖的人 畫設計圖的人 他是在一張空白圖紙上面 他就可以完成他的設計 然後再把空白圖紙畫出來 這些制式的東西 做到自然裡面去 那他就會變成你們現在 所熟悉的那個樣子 這樣了解我意思 但是 所以 這個 這個有手沒有頭的人 他就只能怎樣 暗徒施工 然後暗徒驗收 他在現場 比如說 這邊是這個 結果這裡是研盤 你知道嗎 我打不下去 我沒有辦法做出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改 當然啦 變更設計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 沒有人會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因為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複雜 變更設計的 然後 所以呢 他可不可以到大路 或者是怎樣 其實都很困 所以有手 沒有頭的人 他就算會有一些經驗的能力 但是他沒有辦法去更改這個設計 所以就頭手分離 那最後做什麼呢 畫圖的人 也可以不用去過現場 對不對 畫圖的人 不用去現場 然後呢 畫圖的人 會不會做他畫出來的東西 也不會 很少說 應該是不會 他畫的圖 基本上是他不會做的 因為畫圖的 他是在學校的工程訓練裡面 他的訓練就是畫圖這件事跟計算 計算 計算在這個環境裡面 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做這個設計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 他的 在學校的工程訓練沒有要他去做出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師父 接下來是什麼呢 是 這個價錢 畫圖的人 他的 服務費用怎麼算 他有 在公共工程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建造百分比法 有聽過嗎 建造百分比法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的總工程經費的百分之 多少是設計費 是他的設計費 不是隨便來 就是五百萬以下是五 但他有個range 很複雜 不想想 五百萬到八百萬是另外一個range 總而言之 你想想看這個總工程最後的經費的百分比法 百分之五是畫圖的人的設計費 那所以 如果你是畫圖的人 你會怎麼做 畫越多越好嗎 畫越多越好嗎 畫越少越好 但是工程經費越高越好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畫一張圖 這一些仿木水泥的東西 五公里通通都一樣的 幾千萬你知道嗎 然後幾千萬的百分之五就是 我畫這個圖的費用 但是如果說 一般來說 我們也有一些老師 他是做手作步道 會去做工程規劃設計 所以假設是他來畫五公里的步道 他可能要畫60張圖 60張圖 80張圖 這樣了解什麼 然後去現場調查 砍出來 然後 這邊遇到什麼樣態 我就做一個什麼圖 然後最後 我畫了很複雜的圖之後 總經費怎樣 很少 因為總經費 他主要是來自於什麼 材料會是最主要的 就你能夠做越多的設施跟材料 就越多 所以大家很喜歡做看得到的設施 不是在解決步道問題 是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會大 這樣了解的意思嗎 所以700萬為什麼會 剛剛算起來只能夠做一點多東西 因為700萬都做這樣之後 設計費他可以賺多少 這樣 700萬 7400萬 現在5% 30萬 35萬 所以他 剛剛那個現金人步道 用這種方式做 其實就跟這個類似 其實我只要這樣畫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然後我再畫欄杆 然後我尺寸都可以下出來對不對 那我這樣子 用全部 是不是比較 又好畫 又賺得多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而且 這個 通常啊 採購的裡面有一個很麻煩 叫最低價的強標 這個階段 通常都是最低價 所以通常畫設計組的人 他們會事先想說 這個人進場的時候會打 百分之 就是打七折啊 比如說我700萬 他會用打七折是多少錢 400多萬 這樣就可以飆到這個樣子 然後你問回來我的服務費就變多少 25萬 20萬 25萬 所以我要預留這個 彈性 了解我要再更多一點 才能夠再被七折進來 然後我再一路壓縮 所以 設計師 他在這樣的體制之下 有沒有動力去做好設計 沒有 就這個機制是鼓勵你用最少的投入 做人工的設施 然後你就可以賺比較多錢 然後這就是現在 為什麼到處的步道工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想要做自然你就要投入更多的工 最後做出來的總經費會少很多 好那接下來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大家一定想說我還沒完對不對 還沒完 最後一個步驟是什麼 叫做頭角倒置 頭手分離 然後這個技嘉方式導致的這種工場的問題 什麼叫頭角倒置呢 你們一定常看到 某一段時期會流行 某一個造型的良品 某一個時期會流行什麼造型的椅子跟平台 那這意思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變成是 材料商會回過頭來決定設計 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開發 我是進口這種材料的 然後我開發了一種良品 然後我就跟設計師說 你不用畫頭了 我塗給你 你就用這個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不是更好 對不對 好就是 我就用你的圖啊 我連那個細節都不用 怎麼組裝五金元件什麼 齒稱都不用 所以你會看到有段時間 某個區域 全部通通都是這種 造型的椅子 造型的良品 然後白椅座 所以就會變成是 材料商決定了設計 那設計其實是頭嘛 可是我說頭角 腳也變得比較重要 腳是材料 材料是重要 但是他不是決定我思考的方式的 但是最後會變成這樣 就是由限 你在市場裡面能夠買到的 你方便買得到的材料 比如說有一段時間 就會流行水 你花乾煙 然後有一段時間 又會換流行另外一隻石頭 了解嗎 那邊設計其實 就沒有問題 它是被材料決定的 然後 其實在植栽配置上面 也有這個問題 反正總而言之 聽完了 了解了嗎 對於工程精備 七百萬到底多不多 最後七百萬層層層的花 最後 在這個結構裡面 有理性的 我說的意思是 你想要 那個理性是指工具理性 你最後就會 你就會這樣做 這樣 你要什麼意思 簡單設計 單一設計 對對對 然後 那是不是好維護呢 是不是比較耐用呢 其實那是一種 大眾會因此 幫他理長就會覺得說 那個看起來 很耐用啊 看起來很好看啊 那我們也要那樣啊 大家就會變這樣 然後 就會變成接下來就是什麼 主導了使用者的美學觀 這樣子的美學觀 就開始取代了 大家覺得 什麼叫做好步道的觀點 然後大家就覺得 就是要這樣子比較整齊啊 這樣子比較好看啊 然後呢 就會去找民意代表 然後民意代表就會有這個壓力 就是說 我要爭取 為地方爭取多少錢 多少錢我才可以選 對不對 然後 現在選舉又快到了 選錢就會有很多 很多條步道在這裡 這就是這整個結構啊 對不對 我有說錯嗎 所以這就是 最後呢 我們的納稅錢 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步道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 好 所以聽了這麼沉重之後 我們需要休息一下 有沒有 好 那接下來我就會一直講 所以 我會 接下來會講很快 因為 剛剛 為了解釋這個東西 解釋 我跟他講 這讓大家了解 造成了 現在的狀況的 制度的根源 所以 其實 我們要解決的是 這個 除了說 這個什麼 志工活動啊 或者是講工法啊 其實如果不解決 上面這個是 比較難改變 就怎麼樣 好 那 對 OK 好 那 所以剛剛也其實也提到 路燈對不對 路燃 這些東西 這個新聞我就不一一點進去 因為一個一個看位花很長時間 這點進去之後就是 在新店 有賞銀步道 然後呢 那 民眾就說 太黑了 不安全 一定要裝路燈 然後 那部門之後沒有裝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它是私有地 是因為私有地 是因為私有地 但是其實 賞銀的地方 為什麼要裝路燈呢 對不對 好 然後 那 那個 剛剛說 蘭桿很危險 對不對 這個案例就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蘭桿的案例 在這個 挪威那邊有一個 這樣子的地方 那 這個甲殘岩 你看這個人在這邊 這有沒有很危險 有啦 真的安危險 有啦 有很多人 這樣子走走走走 然後在這邊 那有沒有人掉下來死掉 有啊 當然有啊 掉下來死掉之後 後來 那一年 他們就會討論要不要射人 然後 後來他們討論結果是不要射人 結果為什麼 自己負責 其實 我們更 蛤 蛤 怎麼 上去射應該蠻多的 沒有 射本高 沒有要射完事 人定勝天可以做到 但是 我們設想一下 我們設想一下 射蘭桿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大家看到這些人這樣子對不對 如果我們射蘭桿的話 這些人會發生什麼變化 他們會圍繞著蘭桿這樣對不對 然後就會擠在那裡 然後想要靠在那邊自拍還是被拍 然後你就要一直等 有空間的時候才能去拍照有沒有 然後所有人都在這個邊 可是如果沒有蘭桿的時候怎麼樣 大家會自己在自己覺得安全的地方 然後你看 要走過去 大家會不會很靠這邊 不會 那如果你蘭桿設在這裡的話 大家會怎樣 會靠去扶吧 扶著蘭桿走 那 那個 這樣會比較安全嗎 做蘭桿的話 不會 對 他們反而會比較靠近 你看得到危險 你反而比較安全 那 當然就不要說射蘭桿 你想想看這個景觀 射了以後 拍不出這種感覺對不對 所以 我們來看這個 追入古道有沒有去過 有 追入古道 追入古道 追入古道也很危險啊 然後也有人掉下去啊 那 可是呢 其實怎麼樣 如果你是在這裡做 人會怎樣 你 你如果在那邊設 這就會是 你們剛剛講的問題 其實說實在的 他們後來有一些小段落 因為 實在是 溺不過他的人 所以他們有招呼 都曾經做 可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施工的人 膽子很大 施工膽的 不是只是說 在施工的時候膽子很大 是施工完之後還睡得著膽子很大 你在講什麼 你在講什麼 這裡是很 我覺得 我一定不敢做這些事情 那 如果你設在這裡的話 怎樣 你可以引導遊客 靠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 設施介入 人跟這個設施之間的互動 是要考慮進去的 像我去高中大學演講的時候 問他們說 你們看到欄杆你們會怎樣 他們都會怎樣 什麼福澤而已 是爬上去 爬上去 然後 坐在場 對 會跳 你們看到小孩跳欄杆 對 然後 像我剛剛講說欄杆如果我們沿著最邊邊設的話 那人會太靠近我不行 那我稍微保留一點兩米 如果你們射進來一點 接下來大家就會怎樣 翻過來 所以大家射跟沒有射一樣 不如不要射 其實 你會想遊客會怎麼去用它 然後 這另外一個新聞就是 南朝有一個木站道 做完還沒驗收 結果 有人就在那個 涼亭裡面烤肉 就燒 木站道一直往裡面燒 後來消防隊員只要把它去斷 所以 大家常去涼亭 你一旦坐涼亭通常都會怎樣 涼亭裡面都有什麼 黑黑的 燒焦破的東西 然後 通常設涼亭之後 就伴隨著大家要什麼 廁所 廁所 就是 這個都是連帶的 你想像一下 那個地方如果沒有涼亭的話 大家在上面停留的時間 就不會那麼久 但是一旦有涼亭的時候 接下來就會怎樣 大家就會在那邊泡茶 然後就會開始站 有沒有 那個 上次我到屏東李龍山 他們請我去會坑 當地的人一直找立馬五人爭取說 要在那個山上八門蓋廁所 然後我就上去看了以後 我就說 這到登山口才2.5公里 其實很近 是一個 你走上去看一看就可以下來的時間 你在登山口射流動廁所就好了 不要射在三點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要射在三點 有幾個原因 他那裡有三個三點 那上面其實就是很平緩 然後很平緩呢 那邊有水源 那那水源其實是附近社區的水源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邊上面有水 然後但是游客上去以後呢 他們就在那邊取那個水源 就是煮東西 然後常常在那邊的人 他們就開始東一塊西一塊 然後把那個瓦斯爐就綁在那個 瓦斯爐就綁在那個草叢裡面 然後就一區一區的都是站著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他們就開始要政府幫他們蓋羊蹄 然後那政府就想說 好那大家都亂拓 那我不如蓋一個糧亭 然後大家就在這邊使用 就不要拓展出去 結果有沒有解決這問題呢 沒有 那就開始產生這糧亭被誰佔用的問題 好然後這邊佔用了 那其他人佔不到 等他等很久 他還是會去旁邊繼續嘛 所以那個到處埋過照片的狀況沒有改變 那進而是怎樣呢 更多人在上面停留了 然後這時候就開始出現到處都有小白花 小白花是什麼 對對對 到處都有小白花 然後開始很湊 然後呢民眾就開始反應說 要蓋廁所 那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就這樣環境很髒亂 然後我去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看那個涼亭 我就說 把涼亭拆掉就好 但是沒有一個白衛敢做這種事情 就是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你就在路口設流動廁所 為什麼 因為設廁所你一定要考慮到什麼 不是設的最解決問題 是維護的問題 做什麼都要考慮後面的維護 廁所最難維護 廁所要怎樣 要有水 才能沖 那山上很多地方其實是沒有水的 請問民眾到底在乘前坐廁所 是要從哪裡落水來 大家有想過嗎 好 那像高山很多廁所都怎樣 那個溫度晚上是結冰 白天就濃掉 然後會怎樣 爆館 爆館水不來之後 就怎樣 你就沒辦法沖啊 沒辦法沖了以後那個廁所就是災難啊 然後大家就繼續在附近小白花 對不對 然後一樣的意思嘛 然後 好 就算那個水都很正常 那請問他沖到哪裡去啊 沖到溪流裡面去 那個 我剛剛有說那個地方的溪流 是周邊社區的水源地 請問在那時候廁所到底是 那當地居民當然是不願意啊 然後 那 所以 你要設廁所一定要設在什麼 車子可以到的地方 有沒有 就登山孔 設流動廁所 車子可以來拉 把那個水煤清掉 那才是有辦法管理 所以 現在 在山林開放 疫情大家出不去 到處都在沉浸 要蓋廁所 我就想說 大家都覺得廁所蓋了 就可以檢查 那個 上廁所的問題 你都沒有想說 維護要怎麼維護啊 維護都是誰來維護啊 越深深越混 所以 其實是 做越多設施 後面的維護管理的問題 越大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雷電 再來就是那個 做越多設施呢 你要考慮 這些設施物進到自然環境 會造成這整體環境的後果是什麼 比方說像 高尾斯帝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 其實他是有畫保護區的 然後但是民眾呢 他們會 以前是走沙灘 下去撿東西 然後去挖 然後整個沙灘道做事 所以 後來 他們就做破綻道 來限制人 通通都走在破綻道上 這個 有發揮一些效果 那這沙灘道 會一直走 走到 那個保護區裡面的核心區 什麼意思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所謂分類分型的概念 對不對 還有一個分區的概念 就是假設我這個區域是保護區的話 那他就有一般有更區域的地方 跟我要保護的核心支援的地方 那個地方應該怎樣 就是不能去這樣 那個地方是以保育為主 那可是 那個霧災道會導引人去到核心的區域 那當然這是一個兩難 就是你要限制人在那個圖島上 不要讓他下去見到 但是他做了很多的設施之後 他也可能找能知這個施物 可能會在生態上面的影響 然後你看 去年的中秋年假 這個 就是 大家通都在這個霧災道上面 然後 也很擠 也沒有解決這問題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案例 是方院的海空步道 它本來其實是泥質潮間帶 那個 然後 泥質潮間帶 其實呢 那邊沒有紅樹林的 那邊沒有紅樹林 而且泥質潮間帶 不太需要去防洪 因為它的泥質潮間帶 有五公里那麼長 所以那個水 上來的時候 不會 搖搖搖在講什麼 那就是一個最好的 削坡的那個過程 那 通常種紅樹林 它是有它的一些 地區上的需求 那 也不能過度保護 其實它也會導致那個地方 會入化 那 所以 那個 錯誤的引進了紅樹林之後 然後又因為 紅樹林這樹海很大 所以呢 做一條步道讓民眾去看這個樹海 這就是一直不斷的在 繼續錯誤下去 那 就是肯定為了保護路線 做所謂的生態戰道 那可是 這個施工過程呢 大家在想像做戰道可以保護路線 不會踩踏到這個需要保護的對象的時候 那都是想像 沒有想像施工過程 就是想像完工之後 那可是施工過程都是怎麼施工的呢 就是像這樣 裝網 你要有車輛這樣進去存網 你要把廢土拿出去 挖的廢土拿出去覆蓋 那 所以 其實在施工過程中 如果裡面我把 路線生態這件事情 納入你的施工注意事項裡面 就會發現這件事 我雖然保護路線所做的生態步道 可是我卻把企圖 把路線擺起來 所以 這就是 很多的問題 那 你做了這個設施之後 你要想什麼 你要想很久很久以後 以前我們都會想很久很久以前 你要想很久以後 很久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像阿威儀這個 當時做我也覺得 對 他們做了3922間 然後為什麼說封閉近30年 還有人打卡 為什麼封閉 因為做完之後 開始有損壞之後 3922間怎麼修 就是從大家在做的時候 就會覺得 做完的時候光鮮亮麗 接下來 無力維護 只能怎樣 封閉 也不會派人去把它移除 因為移除的成本比做還要高 好 那結果呢 你又沒有獨立維護 又只能封閉 那就自然會有人 不斷的翻越封閉線去挑戰 然後 就會就是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新聞 因為這個還蠻好看 是不是覺得 其他的都沒有點進去 這個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好 昨天通過 國內四大風景區 可能在10月 就要開始收費了 其中報告了高雄 茂林風景區的梁山休憩區 這邊的記者就實際走訪了 這個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梁山庫步 不過也發現 這邊雖然有天然的生涯 不過設備是減惡的可憐 想看美景還得要深入山區 甚至要攀影下去 但一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危險 有更方便 這樣的設施 竟然要收費 直接過河裡 青椒細選 從一隻台灣 馬克爾雲 清晰可見 聽到了嗎 旁邊就是壯觀的 冷山庫步 在我旁邊指頭 別看一隻螃蟹 就在你身邊 但您知道嗎 想賞這般美景 實在不簡單 穿著這個女生 也一樣得像海影一樣 慢慢爬下來 而有隻高震的 楠小燈 還無法去享受美景 而這個保有自然生態的 南山庫步 住在高雄茂林峰景區的 楊山休憩區裡 明月景色天然 多年來 其中一眾來這裡探訪 汲取大自然和多金 如果好走 自己搭鐵架當橋 想出行 鵝拉飛關 引來山泉水 還有更迷人的是 在一年夏日 恐怖清澈泉水的清涼 但是想要進入公路區 就得進入遊客中心 直到大門 如今這裡被點名 最快11月就要收費 不完全是 要爬下來的布房間 就是可能會 有點危險 增加更多測試 所以比較好 那要收費的話 至少 設施要再多一點 辽政休憩區 對居心 力的就是 瀑布屈樂 難可看一次 想進入卻連個樓梯 也沒有 也難怪民眾會抗批 基本設施都沒統下幹好 卻只想收錢 實在太不合理 記者再增田 倒數釋放大 好 看倒數 好 好 好 你為什麼想會看得到的設施負寫? 目前是要有設施 好,還有嗎? 開始說你有沒有不好 你是怕錄影下來你的形象會不會 是不是也不會啦 就是,就是雕名啊 好,OK 怎麼雕 就是他們認為說 收錢就應該要有完整的設施 然後沒有考慮過這裡是哪邊 好,那有沒有注意到他們剛剛走的設施 那又是誰做的? 我都沒做的 還有是什麼東西? 還有一些 拳子 拳子 鐵板的布道 然後單全水的水龍頭 對 自己拉管子 然後還有吊衣服 一架 然後還有鐵板 然後還有簡易的鐵架階梯 那有沒有人去過這裡? 沒有 梁山瀑布 那是南台灣有一個地方 其實梁山瀑布有三層 這個地方是在很裡面 這樣 就是說這個當然啦 對於當地人來說 小時候他們去兩岸瀑布 烤肉完水是不用被鋪成瀑布區 然後那變成瀑布區之後呢 後來現在考慮要收費 然後那 但是第一層瀑布 基本上是大家都可以走得到的 那第三層瀑布 其實就像你們看到 下去要經過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大家熱心民眾 之後就自己聽過很多這種東西 那 這時候再一次 我們來考慮 如果說真的是有一個瀑點區管理的時候 剛剛我在講 東美師弟跟最開始 是不是有講到 所謂的分區管理 是不是三層瀑布都讓我們航道 你如果有三層瀑布 大家看得到第一層 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你後面真的要去的 有些地方如果他真的是有環境的考慮 大家可能就是限制人進去 對不對 那所以 一個是分區管理的問題 再來就是民眾自己做的這些設施物 待會我們後面會看到 就開始會討論很多這種東西 這待會後面再講 好那目前 風景區 或者是 國家公園 國家風景區 到底應不應該收費 大家覺得 應該要對不對 收費應該用在哪裡 維護 管理 好 還有什麼 限制 限制 就是說管理 對 對 其實要維護一個區域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民眾常常沒有覺得 就說這就是自然風景啊 為什麼還要收費 那如果是自然風景為什麼要收費 那如果真的要收費 你要有人工的設施 才對 所以他們會覺得是 人風設施多 才可以收費 這樣 那自然 要維護一個自然的東西 反而覺得是不用錢 其實是 是這樣 對 你要維護自然原始的風耗 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這一樣就會回到 剛剛說的資短門 去講我們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要維護自然原始的風耗 不去做一些資短門的硬體的時候 封領區你常會看到 他一定要蓋遊客中心 蓋停車場 蓋什麼 蓋完之後才會有 經常門的權 可以做維護管理 就是要有門票收入 然後才可以維護 對 但是其實門票收入 是完全無法支撐維護管理的 其實是這樣 因為 那講一個比較建議 他有去過林美食堂嗎 有 在藝蘭 對 那他以前 他這個地方其實以前人很多 然後我那時候去訪問 在當地的社區 其實有協助做一些管理 然後 那 但是他們的典範 那個社區的典範是什麼 就是 他們是用撿垃圾 撿遊客的那個 垃圾 環保的 那個回收的保特品 拿 賺錢之後 有一筆錢 然後去雇人 去做清潔維護這件事情 然後呢 那時候 我問他 他說一年 其實 光是清潔維護 就要兩百萬 光是清潔維護就要兩百萬 然後以前 保特品回收錢比較多的時候 還可以 現在就變得很低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 再繼續做這件事 那 有很多 其實你們如果去一些 國家生理遊樂區或是什麼 他入門票就會講說 這是什麼 清潔費 或者是保險費 有沒有 那這時候就會 你會發現很有趣啊 這個 你有付門票進去 然後你會看到有人丟垃圾 就有發生過 就有人丟垃圾 然後他說 欸你怎麼可以丟垃圾 我有付金免費 啊 實用者嘛 實用者嘛 不會 我們有實用就不會到了 好 好 然後保險也是一樣啊 像 大家有去過棉月線嗎 棉月線 棉月線 好的 那 棉月線他是要穿越 那個阿里山斯的遊樂區 再往裡面 那其實棉越縣不是開放遊客的 它其實是宜夜蘭自然保留區 然後因為它有那個保護宜夜蘭的目的 所以它就一天限制是五百人的解藥 不知道五百人 我有點忘記多少人 對不起 數字我怎麼記錯 然後呢 要申請才能可以進去 那民眾就一直抱怨 其實棉越縣很危險 之前好幾次BG掉下去買好幾個人 然後那就是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我是要去棉越縣又不是要去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那我為什麼要買名票 那我在棉越縣出事的保險可不可以 有本票來付 我有付保險費 可是其實那已經在森林遊樂區的範圍外 就是它要穿越 然後去那邊 然後再回這樣了解 就出現很多這種管理上的問題 民眾對付費這件事情 像幾年前其實 太魯門國安公園 還有幾個國安公園 是有考慮要變成是收費的 最後呢 民眾反彈很大 沒有哪一個民選的政治人物 敢做這個決定 其實也沒有多少錢 但是最後就是沒有人敢收費 啊沒有敢收費 國家的財政又一直降低 然後你覺得保育自然不用錢 這種就會導致這個問題 其實是惡性群 好 那當然大家對於那個穿兩鞋的 那個脫鞋的女生選舉 就是遊客的裝備跟事前的準備 這件事情很重要 可是通常很多人其實就是 被朋友約去哪裡的時候 就不會去問 或了解我們今天到底要去哪 就會變這樣 OK 好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是在三元的潮間帶 然後呢 也是他就說 為了不要讓民眾在潮間帶到處亂走 所以我決定在潮間帶上做貨戰道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做貨戰道的過程到底是怎麼做 對不對 然後 而且你在那個潮間帶做這個貨戰道 然後他不會很容易被打壞吧 OK 好 所以後來其實是 通常政府想要做這種東西 都是為了要管理民眾的行為 可是其實你可以 不要用設施管理民眾的行為 你可以用管理行為的方式管理行為 大家可以理由 那這個很快 好 剛剛講到天空步道 我覺得天空步道就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道果為因的 非常荒謬的極致就是天空步道 什麼意思呢 步道原來的本質是什麼 人親近自然走的途徑 你要走步道的目的是去看自然 對不對 你有一個吸引人的風景 你要去看自然然後走這個步道 現在變成天空步道是大家要看的目標 有嗎 對 我要去看那個掛在天空的那個步道 走 走完以後就覺得怎樣 來過 然後你去問他會不會再來第二次 不會 那所以這就會導致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到處都在做 然後呢 退燒再做一個 然後為了硬要做一個天空步道 這個佳蘭黑空步道 我上次也有去看過 很有趣 他好像其實只有開放兩天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硬要做這個的時候呢 挖的時候這上面就一直落實 所以後來不到做完之後一直落實 他們又開始做水族寶石工程 水族寶石工程 水族寶石做完了以後呢 之後再開放還是有落實 所以後來就開放 蛤 直接挖起來 對就是 就沒辦法開放 就是讓他 對 所以他就變得非常的誇張 這個三叉流行標橋一度很紅吧 還有零號碼台 然後坐接駁車 結果現在根本沒有人 對 那你坐的那些設施掛在天空 你有沒有想過他會在那邊多久 然後後面要不要維護 這個維護 關於這件事我要想起的南同學政府 那個 他們的觀光局的處長 有一次在上新聞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天空步道 其實你做這件事情 你說你聲稱會帶來的經濟效果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帶來地方上的經濟效果 還是說你做了以後其實就沒有觀光效益 只要你投入了中央那麼多錢 這不是白費 然後後面你又沒有錢回復 結果他回復 他在新聞上回復我說 他們收費 就是去走那個天空步道 一次好像收費50塊還是80塊 然後兩年內就回收了 所以這經濟效果是很好 你們要開始學習去聽出來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在問的是什麼 貼公步道帶來的經濟效果 那他說他收門票兩年回收 這兩年是不是同一個城市 不一樣喔 而且回收什麼 我一直很想說他回收什麼 花錢錢那一條 自所管吧 那個不是 沒有 他那個中央補助的經費啊 他哪有拿錢出來 好他有那個自所管 沒有他是說工程費回收 那怎麼會回收呢 你們聽得懂在講什麼 回收的意思是什麼 我拿錢去 做了兩年後 我收費把我的工程投入打平 但是工程投入是誰投入的 中央政府 我是南投學師 我投入了什麼 那我收了門票回收的這筆錢 在哪裡啊 他用來幹嘛 他是在議會有沒有編的稅錄啊 會啊會編到稅錄 就是收入連續啊 會編會 然後收入之後會放在哪裡 用來 就是打水不原則基本這樣 對嘛 所以什麼叫回收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概念 然後再來我問的是 你蓋這個東西 你的環境衝擊跟官方效益 你要評估出來 所以你帶動中央多少有官方效益呢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 彰化八八三步道 大家有沒有去念什麼 也是那個天空 也是天空步道 對然後彰化八三步道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數據 他們就統計 就做問卷 發現說 遊覽車客 載客人去 讓人去走那個天空步道 他就在停車場代速等待 然後問他們說 你來 你 會不會在周邊消退 有九成的人說不會 九成的人說不會 所以他旁邊其實有攤位 其實天空步道 除了收門票 還有收攤位 攤位沒有什麼人再來 然後 然後跟他說 你還會不會再來 也是有九成的人說不會再來 這樣一次性的 然後不會在周邊停留休 到底那個經濟秀容是什麼 那之前在經濟農場還有一個 經濟農場 那天空步道 他怎麼做 經濟農場 那個天空步道 他說 是 要做人車分道 因為很多人在公路上 找到做人車分道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做人車分道怎麼可以收費 這是基礎建設 對嗎 你們了解我在講的邏輯 如果你要做人車分道 那你就不能收費 沒有錢的人就會去馬路上給人家鑽石 他就是能包包設施嘛 為什麼我們就直接說了呢 然後 而且 以前在這個天空步道做之前 沒有天空步道 有沒有走過經濟草原 有 經濟草原就在公路的上面 看著風景很漂亮 然後走在那邊 那沒有人車分道 真的是要做什麼都有方法可以說啦 坐在下面 結果後來開車的人 看下去 怎樣 就是天空步道 開車的人就看不到那個景觀啦 對不對 然後而且那個人車分道 最後又走回來 也是一樣啊 所以 那時候問他們說 那你這個天空步道有沒有去做環境影響 你們就說因為開發面積 1.2公斤 對 所以就沒有那種 那可是你知道 清淨農場 在這個天空步道之前 其實是什麼 齊柏林那個時候不是有看見台灣啊 然後那時候不是說 清淨農場都是違建 都是圍把的民宿嗎 然後那時候政府不是一度 非常有獲利的說 這個要整治嘛 這坡地上的這些圍把開發 這有問題啊 國土怎樣怎樣 就有前市區 對 然後結果呢 做天空步道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在救這些電子 救完之後 天空步道蓋完之後 周邊的開發 就一直不斷的蓋新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如果真的要做環境影響 如果你要把這個天空步道本體 投影面積 加上因為這天空步道所做的周邊的開發 統整起來 沒有兩問題才怪 對啊 所以其實 有太多這種的案例 然後做了之後 它會在天空多久 老師我有一個沒聽懂 你剛剛說 清淨弄了天空步道以後 救了那些民宿 又讓他們做了更多的設施 那那時候不是已經限制 沒有 後來現在就沒有了 就是 也沒有在管 對啊 沒有 其實就是用這種 這意思是說 有個天空步道 然後又增加了發光效益 所以民宿又更猖獗 對 然後 那時候說人車分道 然後結果其實是怎樣 其實是更多塞車 就人更多 對不對 其實是更多塞車 就變成一個 對 對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一種說詞 然後 你要看到 這邊是背後的真正的發展 跟真正的原因 好 那我現在再回過你們講 這個天空步道本身 它會在天空多久 它們用了很多鋼材耶 你知道現在鋼有多貴嗎 其實也不是現在 已經背後久了 你知道嗎 然後 那些結構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它需要後續的維護 每一年都要維護 那 那 這個 實際上 所謂的收門票 是沒有辦法 cover它的每一年的維護管理費 其實是沒辦法 好 那 更何況是沒人用了以後 然後 那 那怎麼辦 那但是它又在天空上 這樣到底會在天空多久 所有的設施 大家都沒有想過這件事嗎 我自己想 我有時候想 我想說 我應該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天空步道 消失 對 然後一直在天空 切割我們的天 謝謝我們的視 沒有人收尾 對 然後我們還 都一窩窩的幹 不曉得 大家都在想什麼 好 好 那 天空的這個東西 除了那個天空步道之後 還有什麼木棧道 架高木棧道很流行 對不對 好 有一段時間 然後就開始出現很多這種事情 就是 掉下來 那 所以其實 一定要回到去問什麼 如果腳踏實地不好 下面不能走 為什麼一定要做架高 做了架高之後 它還有國賠的風險 設施的危險 對不對 好 但是很多人看到這個 就會說 那我們換仿木 縮腳仿木 就不會爛 是不是這樣 大家知道我在講 縮腳仿木是什麼 那種 累壓衛燒 累壓衛燒 但是 會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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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戶外會變形 還有會脆化 所以 它的這個設施物還是很容易損壞 但是 塑膠可以在地球上持續四百年五百年 不會壞 那 為了我們幾分鐘要走過去的步道 到底 我們要用地球資源來做什麼事情 這塑膠的選用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社區開始怎麼樣 他們發現這種木栈道一段壞了以後 其實就是沒辦法走 那政府要越來越沒有錢來維修 越來越沒有錢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用那個費用一帥 你坐越多 後面要維護的越多 根本沒有錢 沒有錢的話 怎樣 其實拆掉比較快 拆掉就可以走 腳踏實地比較安全 這個也是上一次的豪雨 就是之前鐵真山 剛剛大家前面出現過 鐵真山出現過好幾次的崩塌 然後每次崩塌完之後 上一次崩塌完 是這件事情 你看 2017年的時候 六月沒雨 導致大甲鐵真山懸崖崩塌 內縮十一公尺 他們去會堪之後呢 決定怎樣 蓋天空步道 太厲害了 我想說 為什麼 這是他們那時候蓋的 他們沒有把那個天空步道延伸到另外一邊 也是把他 就是做出了一個 這樣子的 往上的 到一個平台 結果你看 2021年的 大雨 這底下就倒空了 天空步道又不是不用柱子 所以 這真的是很多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 常常在注意新聞 你會發現那個前後邏輯 你看這個 這個 這種暖曆時辰 還有一個地方 也有什麼 你應該有去過 火炎山 火炎山 那個什麼 大峽谷打卡 就是這樣來的啊 因為 只要下雨 就天氣大峽谷 就一直塌 一直塌 好 還有回復的問題 就是那個 玻璃的天空步道 其實是需要怎樣 這個玻璃一直列 這也不是只有 到處 這個花蓮那個已經列三次 那就是有 其實 美國的大峽谷 在圓民保留區的地方 也有一個 繞出去 又回來的天空步道 它也是玻璃的 但是人家是怎樣 你要走上去 像我那天 那次去韓國 紀州島也有一個小的 他是要怎樣 你要換鞋子 穿他的拖鞋上去走 然後下來再換鞋子 這樣 了解嗎 維護管理 就是其實台灣人 因為我們是資本人的想法 所以我們沒有想過 維護管理這件事情 做完就OK 做完結幕那一天 好OK 這個是八道三天空步道 然後 這邊就比了很多 這個我就不細講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就是各個不同的建設經費 然後收費的狀況 怎麼可能回收去 這個 本來他們要做一個這個 後來沒有做 但是呢 就是被網友行動卡掉了 然後本來他們要做一個 這個官複平台 結果網友看到設計圖之後 把它貼上來 然後呢 大家就說 那個 音樂男優現場就說 好吧 那個大家可以看到 哪裡 有什麼修改的建議 我們來把這個設計修改 做得更好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修改 這個拿掉 顏色拿掉 然後 最後其實整個拿掉比較好 然後 後來他們其實沒有做這個平台 但他們還是做了一個 也是半天空步道要走到這個地方 這個 反正你永遠阻擋不了地方 這個平台 我想要花錢的決心 然後呢 那 至少這個是被彈下來的 南投縣 他們本來有一度 要做一個 最長的天空步道 崩崩相扁 OK 結果後來被擋住了 就是 後來 我們不斷的寫頭書 不斷的講 最後官方局說 不補助天空步道 所以松柏林呢 地方上就講說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現在要做一個電梯 直直的 直直的上一個 直的 這跟基隆一樣 基本上大家對於 觀光的想像力是很貧乏的 大家會覺得 這樣子有希克效果 但是你其實 到底 OK 然後這些都因為 會在那邊多久 假設真的很做人 你看這個 這個 看標題大家就有螢幕了 OK 這個我剛剛也講過 你看 這是不是 公路在這 然後這邊 然後其實清清早也在這裡啊 為什麼 到底 好 OK 但是當你說他的時候 他就會說 這是為了冷車分道 這是為了無障礙 就講很多這種 去美化的 大帝處那個時候 在大輪投身 說要做一個 樹屋平台 大家好 你可以想 樹屋平台 在國外應該長什麼樣 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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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木頭的 對不對 但是在台灣 你要做一個玄空的東西 就會怎樣 結露計師簽證計算 結露計師簽證計算 最後就會變這樣 用很多鋼材 然後做做做做做 架高的 但是 就是 好 所以用這些材料 有沒有從搖籃到搖籃的概念 生產這些材料 耗籃耗水 耗 空氣污染 對不對 那我們 為了這個到底 要付出多少的成分 只是為了要讓我們去清淨自然 好 那 現在 這一個 這個可能是 另外一個我想要讓大家看的 就是 這個新聞畫面 剛剛選三的 心理學那個選三的人 可以特別的 注意一下這個 還記得嗎 學生 我們來看一下 要仔細看 這就是不同類型 這個 還可以一位 補先生 從那時候廢墟的 丹鳳山步道漸行 但是這個步道越走越糟糕 年久失修 整個地基 塌陷殘破不堪 常常遊客的山客 在這裡走著走著 就受傷了 軟如廢墟 對 精密的山林野景 讓人格外親近 這是北投的丹鳳山步道 在這之時期 因為山上豬滿了松樹 又稱它為 東野山 走著丹鳳山步道的頂端 視野非常的好 而這裡成了登山客的秘密景點 但是要爬上山 缺點經過 騎去南城的步道 沿途中 步道不再沒有台階 樹根延石全都裸露出來 很危險 我現在幾次來 都被盪了 這樣讓民眾摔倒 市府每年花費三千萬 在北投的山坡道 但是山坡道 去到現在才破爛不開 讓民眾抱怨 政府要跟太少人 當然要把人家抱怨走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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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到什麼 地主是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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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麼 剛剛說 先基岩 向非洲 廢墟 水泥布道 破破爛爛爛 好 現在這也是廢墟 好 大家也覺得 這裡 破破爛爛爛的廢墟 好 裡面講了些什麼 我看到你 民眾就是愛水泥布面 民眾愛水泥布面 才會抗議 就是說 要造草墟 好 好 那你們剛剛 我剛剛要講 那個水泥布道 旁邊 有泥 有注意什麼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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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走兩邊 沖刷 對 OK 好 所以如果做水泥布道的話 兩邊 那個會更嚴重 因為那是差異侵蝕 就是下雨的時候 水把亂的東西沖掉 硬的沖不掉 所以只要看水泥布道 底下都是 就是這樣 然後兩邊都是勾 那勾的一開始有可能是怎樣 民眾不喜歡走水泥 走旁邊 然後後來就慢慢 好 OK 好 那他這個議員所指的這個畫面 你們覺得怎麼樣 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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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議員有問題 皮鞋有問題 皮鞋有問題 好 OK 大家覺得這個沒問題 大家覺得這個沒問題 那個 樹根 都不然應該就是那種 沖濕地 底土跟水沖 底土跟水沖 對 怎麼看 樹根 都很天生 又滅落在土壇上 樹根通常都在土裡面 對啊 所以你們看到那些石頭 然後這樣子 其實呢 不是沒問題 被水入 布道是有問題的 因為人才 植被長不出來 然後呢 土壤被水沖掉 一直不斷地 刷身刷身之後呢 其實 這個是需要處理的 布道 但是當然不是做成那個樣子 所以其實手作布道 最常要面臨處理的 其實是這一種東西 就是 人進入到自然 對環境造成的 踩踏 影響 衝刷 為了讓這地方比較有趣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解決完之後 看起來還是自然 這才是手作布道 就是不是把它做成 水泥花缸 那所以也是 好在怎樣呢 這時候又再次出現什麼 私有地 有九筆 所有權十二人 然後呢 地主堅決反對 好 地主不願意 那政府就要了 好 所以地主就意外的 在這個案例裡面 變成了保護 所以是不是 什麼都不做就好呢 其實也不是喔 也不是喔 這是不是自然的 這不是喔 因為人的踩踏 導致的這個問題 然後等到來一個強風 就怎樣 這樹如果倒了以後 因為這邊學空了嘛 它沒有支持效果之後 它倒了以後 你會不會常看到 走步道旁邊 樹常會這樣倒 然後挖起一個很大的洞 那為什麼其實 你不覺得 人種的這個藍道 常常會有倒數嗎 其實這跟人的使用 是有關係的 好 那 其實這裡面 這個也是一個 很好笑的心理 但是因為我覺得 點進去 花太多時間 我用講 要控制一下時間 好 在城市裡面 你們有沒有常看到樹 是不是這樣 根其實告訴我們很多次 你剛剛在山頸裡面的根 就表示怎樣 他 抓不到 對 然後 那 在這裡他為什麼會浮起來 他呼吸 他呼吸不到 因為 這個 底下 其實你常看到在運動 公園裡面運動 大家踩的 植被長不出來 土壤變得很硬 裡面沒有空氣沒有水 然後也沒有辦法 然後 變身 鬆動 的時候 其實根系 他就會很健康 他沒有辦法 那這旁邊如果都是把它水泥化之後 他就會怎樣 被限縮在這個範圍 然後又吸收不到底下 然後會浮起來 我要講的是這個 你們有聽過很多景點 什麼榕樹 什麼五福林門 五福林門 知道我一講這個有畫面嗎 沒有 沒有 就是榕樹 老的榕樹 長起來以後 他不是往旁邊 他會有虛根就會下去 就會下去 然後下去以後 再往旁邊再拖 那所以 所謂五福林門 常常是什麼 就是他有五個主要的 支持他的虛根 所以他的樹蔭呢 非常的龐大 有沒有 同活的 像這個是南投的 為什麼講的南投 為什麼講的南投 這個是一個監視器畫面 那天的新聞報導 是說 那天沒有下雨 沒有任何的御照 結果呢 附近的民眾口述說 聽到了 地上發出噴響 轟轟轟轟 然後呢 這個樹就倒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樹的樹根 這邊都打開 然後呢 他們就是 大家就 那個 新聞就開始訪問民眾 然後民眾在做什麼呢 前面這個是一個什麼建築物 這是一個廟 這個廟是拜這個榕樹的人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拜這個榕樹 所以民眾在那天下午覺得 沒有風雨 什麼都沒有 然後樹就這樣倒了 我們去外拜 說這個老天 等一下等一下 趕快跑路這個老樹 但是我看這畫面 我心裡想什麼 這個是什麼 是誰造成的 不就是 人嗎 對不對 他 他把他的 跟這邊全部都封起來 然後呢 其實通常那五福靈魂 絕對不會只有五福 他造理其實 龍樹是會走路的樹 就是 鬚根會一直沿著 所以你如果繼續讓他下 他其實還可以再撐 但是大家一定會要爭取這些空地 所以怎樣 其他的把它去掉吧 然後 為了爭取大家在下面 運動啦 休閒啦 遮蔭的需求 就會用水泥 然後後來 他們找那個專家來看 就說 這有核根病 那核根病的那個主要是怎樣 潮濕悶熱的環境 會造成這種 那你用這樣子 不是這個結果 也就是可以預期的嗎 你只留了那麼一點點的空間給他 他當然就會這樣 那可是 大家就 覺得這個是 沒有 沒有颱風沒有下雨 這一定有什麼預兆 神奇喔 去外拜 然後我就想說 你會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人的行為 老師 請問一下那個 我們不是有看到那種 像三峽 大阪跟園區 或者是 那個 柬埔寨 也有塔普倫神廟 他都有那種很大 他那個是在 不是在城市 也沒有那種人工夫名 然後他的 他也有 也是那種福根先講 百根是 他的福根是正常的 跟那種榮樹的不一樣 對對對 就是剛剛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不正常的 所以 我現在講那個 不是環境的問題 而是這個植物 在那個生態 自然生態底下的正常 好 那再來看這個步道 這你們有走過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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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們進來 好 然後那 有一個新聞就說 這個步道還撩撩 民眾很容易跌江 那大家覺得 這個步道的問題在哪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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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是有肚子 那肚子都衝刷 什麼東西 肚子都衝刷 哪裡的肚子衝刷掉 在後面的肚子 後面的肚子 後面的肚子 後面的肚子被衝刷掉有沒有 對 就是我剛剛說的跳籃的狀況有沒有 對 兩邊 然後 所以其實他不好走 有可能是 是這個原因 對不對 對 或者是剛剛有人說怎樣 階梯高度 階梯高度 或者是太密 也有時候是太密 有沒有 就是 其實 那麼平緩 不用那麼小步就來一個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畫在這裡的圖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好 那政府接收到這個訊息了 說民眾說這個 不知道 不好走 還要要 然後大家做什麼呢 這個 這個 把枕墨 把真的枕墨 換成 防水泥枕墨 水泥 防燒山枕墨 然後民眾還是怕 什麼 整修禮品 是不接地氣 到底在怕什麼 你們覺得 這樣改 跟這樣 有沒有解決問題 為什麼沒有 箱子 換了一個財子卡 對 跟施工不一樣 他的做法還是一樣 衝銷照樣 對 比他留不住 對 就是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 民眾反應 然後呢 政府呢 不是去瞭解 因為民眾其實講話 就是會 啊 海撩撩 像廢墟一樣 大家聽到這些東西 但你要先弄清楚 他要講什麼 那 可是這個設計 他也一樣是怎樣 只會從兩邊 只是 這個木頭變成 不會壞掉的材料 所以民眾 也不知道 不明就也太說不出 為什麼 但是就是說 這樣也沒有比較好 這樣 然後 你就花了很多經費 然後一直 指示什麼 木頭換了 木頭壞了換木頭 木頭壞了換仿木 做法都一樣 那是什麼 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了解原來的問題 好 仿木剛剛有講過 塑膠會怎麼樣 好 然後呢 是不是就不用圍木 其實 因為資本呢 因為一次性工程 追求的就是 做完這一次 就不會壞掉 不要圍木的東西 但是有沒有這種東西呢 沒有 仿木的 所以他一樣要 親啊 對 一樣會滑 其實這很滑 尤其大家 基偶人那麼在意滑 好 OK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發現 這幾年 我們在推手做步道 然後就開始出現 有業者說什麼呢 叫我業者 對 我來看一下他寫 你在哪裡 他用 原木之外 用 軟石 木屑材 然後他們 你看他說 用仿木的泥土 取代木材 搭配自然警官 又大幅減少 受損 好 你看 近幾年 手做步道觀念 相當新盛 保持 警官沒有破定 結構原則 就第一名用石材 砂裂自然材料 然後 然後 是做這些東西 哈哈 好 結果你會常看到 就是有人 就是覺得手做步道 就等於用自然材料 啊 自然材料呢 容易壞 所以我們用一個 看起來像自然的材料 大概就是這種邏輯這樣 但是這不是手做步道 好 然後 那 有一些是 有引進師父們 去做一些任養 可是 師父們的任養呢 並沒有被政府尊重 像這個是 呃 之前 風也 當成在做 富洋生態公園的任養的時候 其實把那裡面 做得比較自然化一點 可是政府在做 回修工程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去 爭選這一些任養團體的 政府都覺得 志工是怎樣 就是我全部施工完成之後 交給任養團體 可是如果你前面的施工過程 就不是民眾可以維護的 請問後面要怎麼維護 了解我在講什麼 所以其實不是說 我施工完了 要交給民眾維護 其實是施工過程這件事情 就應該是要可以維護 好 那我們再來看民眾的熱心維護 這是不是手做步道 是 是 誰說是 是 是 這個不是用手做就是手做步道 有沒有這邊看 那個 欸 書耶 現在下來 這裡 剛舉給大家看 手做步道的做 第二個字怎麼寫 是用手做的做嗎 不是喔 是工作的做 這個做跟熱做有什麼差別 這個做是有技藝 技術跟藝術在裡面 手 如果你寫成那個動手做的做 就是我 用手做的 雙手萬能做的都是 好 不是這個意思 好 那 它跟這種我們所說的手做步道 為什麼它不是 就是 你們指認出來它有什麼問題 工法 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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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用 廢棄 廢棄的 所謂環保回收的材料 它不是就地取材的自然材料 所以 這種東西 它鋪上來的時候 這是不屬於自然環境 然後第二個是 它沒有 對症下藥 找到問題的根源解決 那手做步道是找問題的根源解決 而不是去做 尾端的事情 就是 你最後再去鋪一個東西把它蓋起來 不是這個意思 是解決它的問題 好 舉例來說 你覺得鋪輪胎鋪地毯 它要解決什麼問題 草吧 草 草是其中一個 但是其實還是會 但是什麼 下雨 雨水 積水 泥泥 濕滑 對不對 所以它鋪東西 然後呢 那剛鋪的時候 地毯有顆粒 一走起來 有摩擦力 OK 但是沒有多久 就怎樣 摩平了 還有就是 下雨 雨水 泥土 夾在下來的時候 一覆蓋 它就把那個 它的孔隙全部填滿 所以就更滑 所以 如果有走過下雨 不會去走 地毯 你就還是會走 旁邊那個草 因為 你都不會滑 那所以它沒有解決 所以造成失環引力的問題是誰 是水 是水 所以手作步道是把水排 離開步道 而不是在 讓水繼續激在步道 或只是鋪東西 這樣了解差別好 那而且因為當它其實無效 所以它鋪完一層之後會怎樣 繼續鋪 再鋪第二層 再鋪第二層 所以這個我們其實 之前在做負面調查的時候 是給大家看過步道的奇怪 就是 它們就是像考古城一樣 把它塵一塵拉起來看 所以這不是 這不是手作步道 OK 這些都不是 而且它有一個公共性的差別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這種自己做地毯 做輪胎的步道 它是不是為了公共 不是 它通常是怎樣 你通常會在哪裡發現這種步道 有一個主要的政府做的步道 有一個主要的政府做的步道 但是民眾想要自己 匹見一個秘境 它想要從這裡進去打羽毛球 你會看到 它會整一塊地來打羽毛球 它會整一塊地來跳土坡舞 毛巾操 然後反正就是 改造自然環境 變成是為人所用的 我們把它稱之為 所謂的公領域私有化 郊山客廳化的過程 這樣 了解我意思嗎 它做這事情 不是為了公屁 好比你看這一段也是 這個 建藍山這一條已經有步道了 當然 鋪了水泥 大家不喜歡走 所以山友呢 就在旁邊自己 挖土地開一條路 這樣好嗎 對 我們反對 我們覺得 水泥步道鋪了 不喜歡 不好走 但是你自己去開一條新的路 是對的 好 OK 好 這也是剛剛丹夢山 其實使用者都要 除了健行的人 還有什麼 騎越遠自行車 騎越遠滑車車 現在在山上的這個 問題越來越多了 因為非常多這樣的說 好 你們看得出來 這個是什麼嗎 那做什麼用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 我要來研究了很久 知道那是怎麼用 好 你知道你開始把那個天 要站起來做很多的 而且都有勢力範圍的 這個是這個找學會的 那個就要去那邊那個會的 就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 可以說 我們最近在做折折木枝 就有放這張照片 來 歡迎大家上去小的捐款一下 好嗎 這個是用 什麼都會當打土牆 當階梯 階梯 階梯 很可怕 會踩破還會 裡面有那個 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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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所以後來我們就有通報 那個 但是他在私有地上 好 後來還是我們寶寶 還是去把它清掉 或者是什麼 那個 萬人進山活動 當大家看到萬人進山活動的時候 你就要多想一點 什麼叫做萬人進山活動 這個真的在進山嗎 你對山造成的負擔 是不是多弱 不做這件事情 然後通常進山都會發很多紀念 所以他發給你很多垃圾 叫你去撿垃圾 這樣 OK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大劍山 熱心民眾在 有一個大小劍山上面 綁自己帶鐵鏈 綁了一個劍在上面 然後 大家就開始討論說 國家公園說要把它移除 然後呢 有一些民眾就覺得說 我好不容易爬到那個大劍山 當然要拿那個劍來拍照 OK 你們覺得怎麼樣 OK OK 其實很多啦 這些我就 好 這個 火岩山 火岩山 這個也是跟剛剛那個 就是大峽谷 知名的大峽谷路線 然後 因為打打之後 很多人跑去 可是 其實那個 步道的路線 他會特別走到這個很危險的邊邊 來拍這張照片 可是其實 這邊 衝一直蹦他的 這樣 大家可以一直覺得 在講什麼 好 那火岩山其實是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留區 是限制人進入 不能隨便去的 可是 那個 就是民眾呢 接著他們去 然後 沿著那個自然保留區的邊界呢 就在那邊修路 那 當地有兩個 不同 派別的 先生 各修各的路 然後 他們 就把這個路呢 修成這樣 再報導來報導說 他們修路非常的熱心 然後 非常的 就反正肯定要成這樣子 那大家覺得 這是不是手作步道 欸 為什麼會有搖走 剛剛不是說 輪胎地毯的也是嗎 那輪胎地毯 好了 這個沒有用外來材料 剛剛 有說了幾個 跟手作步道跟 用手作的步道的幾個差異 一個是什麼 材料 就地取材 這是不是 是 好 另外兩個是什麼 還記不記得 就是 他是找到問題的源頭 去解決問題 還是只是做表面 有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動機是為了公共 還是自己想要開一個地方 自己來活動 是為了公共還是私 對不對 好 好 這是不是手作步道 不是 不是 在哪裡 這邊是不應該進步的 蛤 反正就把不應該進步的 去 他是沿著保留區範圍 偏偏偏做 而且他們做上癮 就越做越多 好 這個 有沒有找到問題的源頭 去解決問題 沒有 沒有 差別在哪裡 他還是會趴掉 不是 這樣說也真的錯 你知道這樣子的一個地形 假如沒有那麼多石頭 你會拿來做 怎麼講 就是 其實 這個路是他開出來的 他開出來以後 他就挖很多大石頭 去做這個鋪面 然後他在挖的時候 這邊一直崩 所以呢 人家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做 他才開始做上邊崩 保護這些 但是他原來要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把土挖下去 然後把石頭埋進去 然後做出讓人 很好走的階梯跟鋪面 但是 這樣做是對的嗎 改變原來地形地 是啊 齁 一個是這樣 再來就是什麼 剛剛我一直講 怎麼都不知道 這樣解決環境的問題 如果我有石頭的話 我面對這樣子 我會 我會把優先做在這個裡面的哪裡 應該是要想命上下邊波 哪有在講 平的路 需不需要往路 不需要 你如果 你的充滿點是要做踏面 表示什麼 你是為了讓人逃走 但是這個環境 我再換一個方式說 簡單講 在這種環境底下 如果你有石頭 你會用土來包石頭 還是用石頭包土 石頭包土 用石頭包土 就讓他不再流失 對 這樣了解為什麼 所以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那個 其實就會變成是怎樣 自己做爽的 我是說真的 真的就是 其實總共不知道 也要常常 我們會查 會自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做這件事情 到底對環境有沒有幫助 還是你只是覺得 做了好有成就感 我就提命到處去做 這樣子 做爽的 行善團 很好 幫我倒出下一張畫面 真的 嘉義行善團 好 所以我要用這個 來講這個故事 就是說什麼 嘉義行善團 是說實在 他們做了很多好事 然後 之前呢 在這個 2009年的時候 莫拉克剛發生 2009年的 9月17號 聯合報有一個社論 叫做 橋樑有人種 裡面講什麼呢 說嘉義巴掌溪上中下游裡面 只要是政府蓋了工程的橋 在這次都已經垮了 可是呢 嘉義行善團 蓋的都沒有垮 那這差別在哪裡呢 他就說 一個是用新蓋的 一個是暗土蓋的 暗土蓋 然後他就說 這些嘉義行善團 志工 懂得工程專業的人 雖然不多 但他們自在行善 一殺一死 絕對踏實 募求橋樑鴻固耐用 政府發包的工程 以盈利為主 行事上做到完全暗土施工 但在看不見的地方 簡化了 或是偷金剪兩 拉拉拉拉拉拉 就這樣說話 這是聯合報的事 而且那時候也證明 嘉義行善團 蓋了那麼多橋 經過了考驗 但是 在2011年的這個新聞裡面 中國時報寫 新三美大橋 土把煉綱 嘉義行善團 造橋 不耐震恐拆除 為什麼 同樣一個嘉義行善團 一個是用新蓋的 得到了這麼大的肯定 卻實際上在橋樑基礎上走位了 而變成是圍橋 那所以 這邊就特別要講什麼 手作步道 我們為什麼會非常的堅持 很多的細節 就是因為 那個品質 不是只有用心改名 就是 用心當然包含很多東西 專業技術也非常重要 而且也不能夠隨便想要做什麼 就去做什麼 然後 那你必須要非常的 吹謀求疵 想就細節 不是說像我剛剛說的 蓋爽的啦 或者是為了自己的成就 或為了自己的善性 其實都不是 是你要能夠真的觀察自然環境的問題 才不會做好事 可是呢 卻發現 其實裡面有這些問題 像尤其是涉及到的結構 好 那所以 這後面還有一些 我就 可能就沒有時間講 好 我就要很快結尾 就是 現在 後面我會再講到 有很多古道 只剩下名稱叫古道 可是全部都是新的 然後呢 很多其他的使用者去使用 等等等等 好 這是 後來也影響到香港的 實實化關注小組的運動 實實化就是水平化的意思 香港的山進也在水平化 所以他們的民間組織就找我們 來幫忙 好 那 所以過去我們有三年的時間 在香港 教他們使做古道引進這些東西 OK好 那 回到後 要準備要出題目 所以這一章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一開始的點 一直在講什麼 不同的人 對於古道有不同的想像 基於不同的出發點 他們會覺得 這樣比較好 或那樣比較不好 會有那樣的一個 那個 我剛剛說解決這個方法呢 分區管理分類分級核心價值 管理目標 那這裡面我寫了五個W 是誰 為什麼想要做古道 他想的是如何做 在什麼地方做 在什麼時候來做 那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政府跟民代 這其實我在講的時候 不是都順便就走到 然後呢 這個 部落或社區 登山者 遊客 文齒專業的人 還是生態同體 他們看待 步道的價值 怎麼樣做 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呢 作業就是 作業就是 你挑今天的 步道期觀的新聞 一則 或者是你自己上網 找新的 你們有沒有覺得 我今天帶你們看 走過了一個 奇幻之旅的 奇幻旅程 新聞多得不可流 你們也可以再去找 跟基隆有相關的 因為我這裡面幾乎都沒有 煮到基隆 很少 就只有這樣煮得 但是 你們就進去找 看 像剛剛我那樣子 抽絲剝繭那個新聞 看出裡面的問題 有哪一些 如果你要說服他們 你會怎麼說 這一條步道 有哪一些厲害相關人 然後 你對他們不同 他的出發點 他要給他關注的東西 你會用什麼方式 去跟他說 這樣 好不好 這是今天的作業 你可以挑我 今天講過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新的 解讀新聞是讀一篇 然後呢 找到裡面的問題 對不同利害關係的人 去說服你 這就是今天的作業 OK嗎 好